台下邰議員 報委員會、出席委員5人以足法令人數 請屬於宣佈開會 現在開會,請宣讀會議議程 立法院第八屆第八會期司法及法治委員會第八次全體委員會議事日程 開會時間104年11月16日星期一、18日星期三級、19日星期四、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五時三十分三天議事會 開會地點紅樓302會議室 報告事項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八屆第八會期司法及法治委員會第七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間 中華民國104年11月9日星期一、上午九時至十一時二十分 地點 本院喉樓302會議室 出席委員、呂委員學長等十人、列席委員、陳委、歐破等二十二人 列席官員 司法院少年級家事廳廳長黃梅月 法務部參事李金定 衛生福利部檢任記政劉明勳 鄭淑欣科長蔡世如 內政部科長唐根生 專務委員陳子和 移民署檢任視察蘇惠文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科長蔡壁嘉 主席專案召集委員滿榮 報告事項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討論事項 一、審查委員嚴寬恒等二十六人 擬據家事事件法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二、審查委員李俊一等二十五人 擬據家事事件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三、審查委員潘維剛等十八人 擬據家事事件法第六十條及第六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四、審查委員陳傑如等十六人 擬據家事事件法第165條條文修正草案 五、審查委員葉金玲等十七人 擬據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本次會議由委員李委員學長等六人提出質詢 委員王惠美提出書面質詢 決議一、報告及尋找完畢,進行逐條審查 二、家事事件法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草案第二十七條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草案第三十二條修正為 家事調解應聘任具有性別平權意識尊重多元文化 並由法律、醫療、心理、社會工作或其他相關專業或社會經驗者為調解委員 關於家事調解委員之資格聘任、考核、訓練、解任及報酬等事項由司法院定之 五、調解程序除本法另有規定之外 准用民事訴訟法第二篇第三、第二章 調解程序之規定 另補充立法理由如書面資料 三、家事事件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修正為 當事人、證人、鑑定人及其他有關係之人 如有不通曉國語者、由通義、傳義之、其為聽覺或語言障礙者 除由通義、傳義之外 並得依其選擇以文字訓問或命以文字陳述 並補充立法理由如書面資料 四、家事事件法第六十條及第六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草案第六十條修正為 撤銷婚姻之數 原告於判決確定權死亡者 除以第四十條之規定為通知外 有權提起同一訴訟之他人 得於窒息原告死亡時起三個月內 聲明承受訴訟 但原告死亡後已於一年者 不得為之 草案第六十四條修正為 否認子女之數 夫妻之一方或子女於法定期間內或期間開始前死亡者 繼承權被侵害之人得其提起之 依前項規定起訴者 因自被繼承人死亡時起於一年內為之 夫妻之一方或子女於其提起否認子女之數後死亡者 繼承權被侵害之人得於窒息原告死亡時起十日內 聲明承受訴訟 但於原告死亡後已於二年者不得為之 五 加世事件法第165條修正草案 照案通過 六 加世事件法第53條條文修正草案 不予修正 維持現行條文 七 以上個案均審查完聚 並按擬據審查報告 提醒院會公爵 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 由張超級委員滿榮出席說明 八 委員諮詢時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與書面答覆者 請相關機關緊述送交各委委員及本委員會 繼續先讀本次會議討論事項 11月16日18日部分 一 病案審查委員呂學章等24人及委員邱文院等17人 分別擬據行政院工人業務與組織調整佔行條例 第21條條文修正草案 二 審查委員李貴明等21人擬據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6條條文修正草案 三 審查謝平玄君等48件請願案 十一月十九日部分 是病案審查行政院行情審議法醫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林代化等21人擬據法醫司法第三條及第48條條文修正草案 及委員嚴寬恨等19人擬據法醫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五 審查行政院行情審議犯罪被害人保護 保護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審查完畢 審查完畢 首先介紹詹滿榮 王廷申委員 李貴明委員 接著介紹列席官員 首先介紹國家發展委員會 林副主任委員 社會發展 社會發展署 社會發展署 李署長 接著介紹行政院人事行政總署 朱副人事長 主編人力署 楊促署長 培訓考用署 張專門委員 接著介紹公務人員 接著介紹公務人員保障 及培訓委員會 李副主任委員 保障署李署長 接著介紹內政部人事署 陳署長 接著介紹經濟部人事署 王專門委員 接著介紹國防部戰略規劃師 陳檢任編撰 接著介紹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胡專門委員 接著介紹教育部人事署 邱專門委員 接著介紹交通部人事署 林副處長 郵電師 陳副司長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盧秘書 接著介紹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人事署 陳主任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中和計劃處 朱處長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人事署 張專門委員 行政院海岸巡訪署 人事署 單副處長 計畫處 王視察 接著介紹考選部考選規劃師 張專門委員 全序部法規師 黃檢認 退輔師 楊檢認 視察 行政院 主計總處 公務預算處 真專門委員 法務部 羅參市 司法院 民事廳 邱廳長 行事廳 調辦事法官 司法 司法行政廳 林調辦事法官 行政院訴訟及懲戒廳 王科長 接著介紹 接著介紹監察院監察業務處 吳處長 以上 還有 行政院綜合業務處 林科長 行政院法規會 徐參議 衛生福利部 醫事司 商副司長 內政部警政署 行政組 黃組長 刑事警察局 司法科 王鼓長 以上 如果沒有介紹到 稍後再來補充介紹 報告委員會 首先說明 本次會議 11月16日 星期一 18日 星期三 及19日 星期四 三天為一次會議 今天與18日 星期三 排定的議程 是 並案審查 呂學長委員等 24人 及邱文彥委員等 17人 分別 尼據行政院 功能業務 與組織調整 暫行條例 第21條條文 修正草案 審查 李貴明委員等 21人 尼據 公務人員保障法 第76條條文 修正草案 與 以 謝 平權均等 48件 請願案 採 分別報告 綜合尋答 逐案 處理的方式 進行 首先 現在請提案委員 來做說明 我是第一個 請 滿榮來 代理一下 等一下 那個 貴明先講 先請 提案委員 李貴明委員 來做說明 好 謝謝主席 趙偉今天 排定的 公務人員保障法 第76條 那我想 呃 我們大家都 可以知道 其實 警察 尤其是 基層的警員呢 這個 員額呢 嚴重的不足 然後他們 執行 持勿的時間呢 又非常非常的長 對於 警察的保障呢 其實 我們不像像 對勞工朋友 還有加班 然後每週 工作多少小時 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我們知道呢 實際上面呢 在這個 他除了 員額不足 他的加班時間過長之外呢 我想 大家都有目共睹 呃 在台灣目前的情況呢 事實上是有很多 抗爭的一個情形 很多的這個遊行 尤其呢 接下來 到明年一月份 總統 立委的選舉 他們的責任呢 又更重 除了 平常 他們要負責 這個自安交通 以外的這個事項呢 基本上來講呢 對於任何時候呢 有任何的風吹草動的時候呢 他們就要停休 他們就要出 他們就要維護治安 像碰到這樣的情形呢 行政單位呢 據統計啊 他還有184項的業務呢 需要警方的一個資源 那我們看到實際上面 這樣情形呢 我們就可以去檢討 到底除了他的本業之外 他的專業之外 是不是這個184項的行政單位 需要警方資源的業務 有他的必要性 我們發現其實有很多 根本不需要的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6條的 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他要求的是什麼 他要求是對於保訓會 他的副審的文件 他要警方來協同送達 我們知道在今天的 跟古時候其實不一樣 送達的方式 你透過書面 透過郵件等等 他的送達是非常非常方便 所以特別懇請大家 讓警方警察的人員呢 他能夠回歸到他的專業 我們可以刪除 對於要求警方協助的事項 裡面 我們只有留必要的 所以今天的這個法案的修正呢 沒有太大的學問 今天的法案的修正呢 只有單純的刪除 要求警方要協同送達 這個公務的這個文件 所以在這裡呢 特別肯托行政單位 以及我們的立委的一個支持 讓我們讓警察 能夠回歸他的專業 以上謝謝 謝謝 接著輪到本席來提案說明 請詹瑪榮招偉來代理一下 謝謝 請李委員說明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列席的各單位的首長 行政院組織法明定 我們行政院設十四個部 八個會 三個獨立機關 一行 一院 兩總處 所謂一行 就是中央銀行 一院 是故宮博物院 那兩總處啊 就人事行 人事行政總處 跟主計總處 由我們原來的三十七個部會 經檢為二十九個機關 那 以從這個 一百零一年的 元月一日開始啊 施行 那目前組織改造法案啊 尚未完成立法的部分 有 內政部 經濟部 經濟及能源部 還有交通及建設部 還有農業部 環境資源部 大陸委員會等六個部會 及其所屬的四十四項 組織法的案子 那鑒於上 我們剛才所提到的這些機關啊 未完成立法的新機關啊 它是屬於我們組織調整情形 較為複雜的一個部會 新組織法案啊 如果完成三讀以後 為了 為了有利於無縫接軌跟順利 我們依以往運作的經驗 仍需啊 一段十日啊 籌備 以周 周詳 妥適的 來做一個施行 比方說 我們這個 已經通過的 三讀通過的 海洋委員會 因為我們當時有附帶決議啊 就是所屬的海洋保育署啊 它必須在這個一年內啊 要來籌備規劃 那海洋委員會的成立也是一樣 我們給它半年的時間 換句話說啊 那如果人事上還有一些 做一些調整的時候 它必須要有一點時間 所以我們 在行政院功能業務 與組織調整佔新條例裡面啊 我們必須要 它是到明年的元宴一號就到期 所以我們必須啊 來做一個調整 那再者呢 行政院組織改造 所涉及的業務層面啊 其實相當的廣泛 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佔新條例 所涵蓋的組織與職長調整 財產的接管 預決算的處理 原額移撥與權益保障 法規制定或是修訂等 等特別規範 均必須繼續來適用 以確保新機關組織改造 確實到位 那考量104年7月1日 總統令制定公佈海洋委員會 及所屬海巡署海洋保育署 及國家海洋研究院組織法 海洋委員會是新設的一個機關 尚需整合相關海洋的事權 妥善規劃組織設計 與原額的一個配置 而且依據104年6月1日 立法院協商結論 海洋委員會成立後 立刻組成海洋保育署 及國家海洋研究院籌備處 並於12個月內 完成協商整合 移撥試以後 正式成立 那有關行政院功能業務 與組織調整佔新條例 第21條鎖定適用的期限 經綜合審酌海洋委員會 及所屬機關 連同上開6個新機關施行 所需要籌備的時間 將施行的期限 延長到107年 元月31日子 希望能夠來配合組織法案 審議的一個進程 讓新的機關 來完成相關的配套的一個作業 所以本席跟其他24位委員 我們建議目前組織改造法案 還沒有完成立法者 就剛才我所提到的 包括內政部 經濟能源部 交通及建設部 農業部 環境資源部 大陸委員會的6個部會 及所屬44項組織法案 我們希望 要等到他組織法案 如果經本院完成三讀以後 能夠無縫折接軌順利 所以需要一段時間的籌備 才有辦法妥適來施行 所以我們特地 擬據本條例 第21條條文修正草案 延長施行期限到民國107年的元月31日子 希望能夠配合組織法案審議的進程 讓新的機關 完成相關的配套作業 是否有當 敬請公爵 也請各位委員來支持 以上 謝謝 接著請提案人邱委員文件說明 邱委員文件說 邱委員文件不在 剛才這個李貴明委員已經提案說明完畢 接下來來進行報告 首先請國家發展委員會林副主任委員報告 主席 各位委員先進 還有列席的機關大表 大家早 今天很榮幸 就行政院功能業務及組織調整 暫行條例 延長實施的必要性 及相關影響提出報告 同時就大願各位委員長期以來給予行政院 組織改造的策略與指導表達謝意 暫行條例呢 將於明年105年1月31號 借其失效 原來的立法意旨呢 是在用這個特別法的方式呢 明定主改作業所需的配套措施 那相關的條文呢 希望說適用一種特別法 因為普通法的規定 來確保組織在照調整的時候 施政能夠無縫接軌 大願呂學章呂委員 邱文院邱委員所提案 修正暫行條例21條呢 國發會禁表支持而且感謝 同時也尊重大願的決定 以下呢 謹就提案說明報告如下 第一 行政院組織再照呢 還有六個部會 預計四項法案呢 尚未完成 因此見請大願呢 繼續支持完成立法 依照行政院組織法 新的行政院組織架構呢 從101年1月1號起呢 逐步精簡為29個機關 截至大願上個會期呢 還有已經完成了行政院 院本部外交部等23個 相關部會及所屬相關的 這個98項組織法完成立法 除了104年7月1號公佈的海洋委員會 和所屬的機關組織法外呢 其餘都已經陸續的推動實施 目前呢 尚未完成的立法呢 包括內政部 經濟能源部 交通建設部 農業部 環境資源部 大陸委員會等六個部會 及所屬44個組織法 其中呢 除了內政部組織法 草案有關政務執掌歸屬 還有待處理外 其餘草野黨團呢 已經大致獲得共識 現在就等待進行二三讀的程序 第二個呢 確定新機關的這個組織架構呢 將有利於提升政府的組織運作 內政部等六個部會 及所屬組織法 如果能迅速完成立法程序 將更能發揮 支援整合的忠效 強化施政效能 以下呢 僅就這六個 尚未完成立法的機關的部會呢 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呢 就內政部 而該部呢 所屬的警政署 移民署等五個機關呢 已經完成立法施行 其餘呢 這個 像是內政部 國土管理署 連同內政部消防署 組織法完成立法 這可 逐步整合呢 國土規劃 及災害防救強化 指揮監督的一個效能 經濟能源部呢 它是由經濟部改制 它可以提升能源決策的位階 整合呢 加工區 工業區為產業園區 提供呢 整體的園區便捷服務的功能 同時可以強化產業輔導 及工商投資的視權 能促進產業企業的發展 那第三個呢 就這個交通級建設部 交通級建設部呢 它將納入呢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的工程技術相關的業務 將這個交通級公共建設管理呢 的業務 化歸為同一個機關掌管 它可以強化我們將來公共建設的品質管理 此外呢 將來的交通建設部呢 將現行所屬的業務性質相近的三級機關 與整合 將更有利於視權統一 例如鐵道局 將整合原交通部 高工局及鐵工局 將分散的鐵道業務 及鐵道監理業務視權合一 第四個 就農業部 該部呢 除了原有的 三農三生的核心業務執掌功能外 將強化動物保護及寵物管理 落實農村再生相關計劃 並且呢 規劃成立農村農田水利署 將會促進農村多元發展 及農村人口回流 第五個環境資源部 它將整合現行各部會 有關水、土、林、生物等 資源管理還有相關保護的業務 有利於視權統一 而且呢 將規劃成立化學品 及污染管制局 下水道及環境工程署 有利於提升環境品質及維護 生態平衡 第六個 大陸委員會 將與這個盟障委員會整併 而成為大陸委員會 那陸委會呢 它將統一辦理兩岸 港澳盟障事務 可以精簡組織避免跌床駕污 第三點 就 暫行條例延長實施的期間 它將有利於 105年 也就是明年2月1號以後 實施的主改案 可以繼續的適用 暫行條例呢 以特別法明定 相關的配套措施 就是可以確保 將來在明年度 新修正的 這個組織法呢 的組織呢 可以施政無縫接軌 因此 確實有它的一個必要性 例如 目前已完成立法 而尚未實施的海洋委員會 經海洋委員會的 這個籌備小組的考量呢 預計 將於明年的7月上旬呢 開始推動實施 那為了要使 105年2月1號以後 實施的這個新機關呢 都可以繼續適用 暫行條例所定的各種配套措施呢 我們認為實際上 是有一個延長實施期限的一個必要 以下呢就以這個經濟能源部為例呢 說明我們延長 暫行條例的這個必要性 第一個 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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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個新的這個部會 這個新的這個部會 那預算執行呢 也是一樣 就是經濟能源部呢 他可以把現有的這個經濟部所辨列的預算呢 加於納入 那原額保障呢 及這個我們現有的機關的這些同仁呢 也可以繼續的不受這些限制 調轉的這些規範的限制 直系也可以不受限制 那因此呢 基於上述的這個說明呢 懇請大院的委員呢 鼎立支持 早日完成行政院組織法的一個改造工程 以上報告 敬請指教 謝謝 接著請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朱副仁市長報告 簡單哈 主席 各位委員 今天審查的第一案 有關於病案審查 女學長委員等24人及邱文彥委員等17人 分別擬集的行政院 功能業務與組織 調整 暫行條例第21條的條文修正草案 陳主剛才主席所特別提示的 目前呢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的組織調整 還有呢 還有呢 六個機關 以及呢 所屬的44項的組織法案 還沒有完成 那麼立法 總處呢 考量行政院的組織 調整法案的 立法的進度 如果 一些的10日來加以籌備 所以 暫行條例 目前實務上呢 的的確確 它所規範的各種配套的措施 有繼續延長的適用的必要 因此總處呢 競表呢 贊同 不過我們也同時尊重 法制的主管機關 國家發展委員會 以及大院的結議 以上意見 敬請指教 接著請公務人員保障及培訓委員會 李副主任委員報告 有沒有 沒有是吧 一起報告 我們現在是一起報告 剛才已經有宣告 分別報告 綜合群達 主案處理 召集人 還有 各位委員 各位機關代表 關於 李貴民委員等 21人提案 修正公務人員保障法 第76條的條文 就是把警察機關 送達副審 決定書的 這個提案呢 我們保信會 淨表同意 因為 所以 依照第76條的規定 原則上 我們是用 油證 用這個油證機關 來送達為主 如果有必要的時候 才委託服務機關 或者是由警察機關 代為送達 那麼 目前呢 我們從92年 依照這個規定 實施以來呢 都是由油證機關來送達 並沒有委託過 並沒有委託過服務機關 或者呢 委託過這個警察呢 來送達 所以把這個條文 把警察機關這個文字呢 把它刪除掉 對我們本會的規審 決定書的送達 不會有影響 因此 本會呢 淨表同意 謝謝各位委員 報告委員會 各提案委員 提案人 及各機關 已報告完畢 現在進行尋答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8分鐘 必要時得延長2分鐘 上午10點30分 截止發言登記 現在請登記第一位 是由本席 登記第一位的發言 請詹滿榮招委來帶領 請李委員學章發言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列席的各單位的首長 今天呢 審查這個行政院 功能 功能 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 佔新條例 要把這個時間 給他延後 其實我是百感交集 因為我們組織改造 在101年的元月一日 舉動到現在 已經有四年多的時間了 剩下六個部會的組織法 還有這個核安委員會 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我們政府組織改造 從連戰擔任行政院長 民國76年 77年 我們就在談 談到現在好不容易啊 我們在四年前 我們通過了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我們也通過了總員額法 我們也通過了暫行組織 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暫行條例 也通過了這個 行政法人法 還有總員額法 這些大的架構啊 整個鋪陳的我們組織改造 包括行政院的組織法在內 我們五大法案啊 就過了 讓我們在組織裡面啊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把它做 全盤做一個梳理 在這梳理過程當中呢 當然我們的方式 組織的精簡 就組織的受身 人事的精簡 法規的鬆綁 當然我們更關心 公務人員的權益 有沒有受到傷害 像這些呢 我們都一一的克服了很多的困難 但是啊 我們幾乎要完成了一個法案 但是我們在上個會期結束前啊 卻是因為 這個在野黨的一個主黨 甚至啊 被他們耍了 導致啊 功虧一虧 原本剩下七個部會組織法 尚未通過 我們經過多次的朝野協商 也都談好了 也簽好了 談好了 也牽制了 在野黨的要求 組織法要過 這個六個部會的 七個部會的組織法要過之前 要連 最具爭議的海洋委員會 及海洋保育署組織法 等七個組織法要一起過 等於是用一個海洋委員會啊 來綁其他六個部會 原本有爭議的環支部 農委會 農委會 及海洋委員會 在王院長的指示之下 本席啊 是召開了多次的一個協商 那行政單位啊 也很有誠意的讓步 但是 最後呢 院會念過了海洋委員會以後啊 那在野黨就撤遷了其他六個部會 講實在話啦 急切要通過的部會沒有過 本來不是最急的 反而被當成籌碼 還通過了 剩下這個六個部會的組織法 國發會 有去跟在野黨團溝通嗎 究竟還有些什麼問題呢 還是全部都是政治因素啊 這一點是不是請啊 國發會 林副主委啊 來做一個說明好不好 林副主委有請 是 我要請問那個林副主委的就是說 國發會有沒有去跟在野黨其他的黨團啊 來做一些溝通 究竟問題發生在哪裡 還是因為都是政治因素 到底是什麼因素啊 報告委員 我們會裡面 主委 杜主委呢 事實上呢 他也跟這個柯總召這邊呢 有做了一些接觸 那我們也試著現在到目前為止呢 我們也試著希望能夠了解呢 究竟還有什麼一些具體內容 他們希望做一些調整 但是可能到目前為止呢 還是在一個需要溝通跟取得訊息的一個階段 那至於我們去拜訪 我們也拜訪過了 那我們也試著要去了解 也試著去了解過 當時啊我們就是說 其實包括民進黨在那裡 柯總召啊 他整個都已經有簽字 全部大家都簽完了 只是因為找個理由 就說修憲啊 這個不配合啦 就把這個 簽好以後還撤簽 這六個部會啊還都撤簽 我要提到的就是說啊 其實政府組織改造啊 不是為了哪一個政黨 這個虧底啊 是屬於全國民眾的 因為啊 主改最重要是提升國家的競爭力 提升政府的行政效能 政黨輪替啊 是一個常態 如果說我們在這個會期裡面 我們不讓它通過 因為下一個會期啊 這一屆就已經任期了到任以後啊 就會造成啊這個 戒期不連續的一個關係 變成你行政院啊 要重新再提起來 重新要提案子 好不容易大家辛辛苦苦的 而且公務人員在期盼著 希望趕快就定位 不然他們很多的公務人員啊 這六個部會的公務人員啊 跟所屬啊 七上八下的 前部著吞後部著墊 這對行政效能怎麼會有幫助呢 所以 我要再一次的在這裡呼籲啊 尤其是民進黨啊 尤其是老柯啊 你現在要選舉啊 對國家競爭力 對行政效能有提升的法案 我們這個是沒有什麼意識形態的 這是永續發展 國家永續發展最重要的一個法案啊 我是希望能夠啊 盡快的 之前簽了 你只是說這個虧底 不要給國民黨 以後誰執政還是要去做啊 這個虧底是屬於全國民眾的 絕對不是屬於國民黨 或是民進黨 或是其他的政黨 應該要這樣來看這個問題 絕對不要小鼻子小眼睛 畫地自現 絕對不要 應該 所以啊 我要跟這個 國發會這邊啊 你們要負起這個責任 自從研考會啊 到這個 在族改裡面啊 那個那邊在這個 國 這個國發會以後 研考會好像變成小媳婦一樣 研考會的業務呢 你們也好像是默不關心 也不積極 你們都不積極了 誰跟誰 誰會重視呢 要跟各個黨團溝通嘛 不是好關我自為之嘛 這是國家 國家永續發展 最重要的一環 這個不是誰的虧底 哪個黨團的虧底 哪個政府的虧底 這有牽制到公務人員的權益 也牽制到我們國家的行政效能的發揮 對 國家的競爭力 所以啊 加強溝通好不好 我們剩下一個月啊 是 我也在這邊正式的 大聲的呼籲 公開的呼籲 柯建民總召 希望你能夠從善如流 政黨輪替是個常態 但是這跟這個政黨輪替 一點關係都沒有 沒有說這是誰的虧底 這個是屬於我們 國家的虧底好不好 是 我們就是因為啊 組織改造一直沒有辦法 如期來完成 所以這個暫行條例啊 才要一言再言 其實我提這個案子 已經提了好幾次 還在演 那本區要正在這裡 再一次的呼籲 在党的委員 應該為了國家的行政效率 跟國家的競爭力呢 讓組織改造 早日完成 或許 未來在野黨 也有機會執政 讓政府組織完整 提升效率 不是很好嗎 如果透過明年 藉其部連續 這幾個部會 這幾個部會的組織法 又要從頭開始來審查 我們朝野花了這麼多的時間 為什麼要讓政府組織這樣支離破碎呢 希望在野黨啊 必須要好好的去想一想 那最後啊 我要提到的就是說 請那個人事 人事 行政總處 我們一起來 人事總長 有請 那這個 副人事長 副人事長 那目前 本席在考 審查考選部 預算的時候啊 我們就提出質詢 說 根據今年10月啊 人事行政總處的統計啊 全國的警察機關 現有人力 僅有七萬三千六 那六百零八人 缺額是高達七千六百五十一人 再加上 最近五年啊 每年幾乎有兩千人啊 退離職啊 警力是嚴重的不足喔 但卻還有一百八十四項的 協辦業務要做 這不但會造成的 遠景過勞啊 更嚴重的 將衝擊社會的治安喔 所以基層遠景的業務 應該要回歸治安 交通的本業 而不是協辦一些 非官本業的雜物吧 是不是這樣 是 那今年四月份 警政署也體諒基層遠景的辛勞 主動刪檢的警察 協辦業務啊 二十項 例如協助行政機關啊 警察人員 安全維護 協助茶几 禁煙場所 協助茶几爆竹煙火 協助民間企業 與舉辦活動的安全秩序維護 協助空氣污染防治等等 現在都改以不協助為原則 所以今天審查公務 公務員保障法所規定的 規定的這個副審送達 應該沒有非遠景不可吧 是 但是這個屬於保訓會 保訓會 剛才保訓會啊 這個副主委 李副主委已經有說明了 他也認同這樣一個做法 當初制定 的時候 可能有其他 當時的時空環境的背景 那現在這個資訊通訊啊 這麼發達 宋達這個東西啊 我們現在都要電子化政府了 電子公文就飄來飄去了 所以 所以啊 宋達這東西 可以不需要遠景來代表 本席認為行政機關啊 各有其任務跟這個職長 而且行政機關主管業務啊 有他的專業 及他的 不可替代性 警察實在不宜啊 再介入其他機關的權責 是 未來行政機關除非真的有必要 或是自安 跟自安有相關的 不然啊 盡量不要再請警察來協助 行政機關訂定法令啊 所以 或是在本院委員在立法的時候啊 我們也不宜啊 再將這個警察列入這個協助 好不好 是 好 謝謝 謝謝 記得 請 由美女委員發言 主席 还有我们所有在场的委员 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 大家早安大家好 主席 我是可以请我们的国华会林副主委 请国华会林副主委 还有我们人事 原额的是 副人事长 两位长 我们今天要修所谓的行政院功能业务 跟组织的调整的战型条例 最主要就是说我们的行政院组织再造 一直没有办法完工 陈鲁刚刚李委员所讲的 真的是从这个连战当院长的时候 那一直到现在 那当然在这里面呢 就是因为 患了不同的人执政 那就是整个又重新再翻一次 那现在呢 又到了这个即将大选的时候 那现在这整个一个组织 这个行政院的组织改造呢 也一直没有完成 那所以这里又要再延两年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呢 很多的新的部会首长上了 因为这个一直在大风吹 所以新的人事部 新的这个部会首长上去之后 也对这一块呢 也就把它摆着 那当然刚刚这个李委员呢 一直在规则呢 就说整个这个所谓的组织再造呢 一直没有完成呢 都是我们在野党的问题 但是我们也看到 就是在我们台湾 我们其实一直在讲说 我们是海洋立国 对不对 那在以前我们这整个一个 海洋是完全是被 因为军事的关系 就是整个一个国家安全的关系 所以其实是整个是封锁的 我们是把自己把它封锁起来的 所以整个我们的台湾的周边的 我们的海洋 虽然说在以前我们台湾 是一个真的是海洋的贸易 是非常非常的发达 可是后来因为戒严之后 整个是封锁的 所以呢当初在整个一个 行政院组织再造的时候 我们看到虽然号称为海洋立国 但是对于这一块 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的计划 也没有任何的愿景 整个只是在想说 怎么样把海巡署调整而已 所以呢好不容易呢 到现在终于有一个海洋委员会出来了 那海洋委员会当初在这个 设计的时候呢 大家一直在想 怎么样把海巡署的这些人力 把它调拨到各个地方去 可是事实上所谓的海洋的保育 对不对 海洋的这些的这个发展 海洋的这些资源的一个研究等等 这个跟海巡署的这些 所谓的警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海洋这个国家的一个安全 对不对 跟这个什么海洋的资源的一个开发 我们海洋的 这个海上的观光等等 我想这个跟我们原来的这种 所谓从国家安全的这个角度 去海巡署的这个部署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呢 好不容易也大家能够从善如流 设立了海洋委员会 也有设立了这个所谓的 这个海洋的这个部 这个所谓的保护署 这个海洋资源的这些部分 那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会牵涉到的 就是说 整个一个组织的一个再造呢 其实并不是说 只是为反对而反对 那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呢 这个我也今天想要请教的就是 我们在这个陆委会也没过 对不对 那陆委会里面一直在 把这个所谓的盟障事物放在里面 那我不晓得说 我们的陆委会 你要去管盟障事物 今天已经是蒙古国 对不对 我们还要把它放在这里面吗 对不对 那西藏这个所谓的图博 他们的这个流氓政府 如果今天蒙古 跟这个所谓的西藏 他已经是中国的一个领土里面 还归到我们能够去管啊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在增值的地方 那这些东西没有厘清 然后我们就随随便便把它通过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会看到的 其实就是我们这整个一个人事 这个上个礼拜 我们还在审核 对所谓的三级机关 那三级机关 里面的大家的这只等呢 都上升了 那上升的时候呢 是不是他的薪水待遇 也都全部都要 就是说三级机关 是不是所有的这些的官等职位 全部都要提升 有12只等 原来13只等 可能要变成12只等 等等这些 那薪水待遇是不是也同样的都要提升 那另外呢 我们一直在号称说 这整个一个组织再造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受身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表面上看起来 好 我们从这个所谓的 37个委员会 37个部会呢 把它受身到29个部会 但是我们的人事有真的有受身吗 当然我们从总员而法有去控制 可是我们看到我们从总员而法控制的结果呢 怎么样 我们的约聘的人数越来越增加 所以在这里就会变得非常的奇怪的 就是说 好 我们的总员没办法去除 或是说我们的这个淘汰的机制 一直没办法落实的情况之下 就会变成说 很多他的应该要在他的职能 他应该化为功能的 他没有办法化为 结果我们就只好从约聘雇的这个部分来去加强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好 这些真正的公务人员 他能够受到国家的各种保障 各种福利的保障 可是另外一块 他实际在做事的这些人 他用的是约聘 他没有各种福利的保障 没有各种这种所谓的 这个所谓任职的这些的保障 各种福利的一些享受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说 我们这整个一个组织再造 其实是走样的 跟原来我们大家在想象的 怎么样把我们的国家建设起来 怎么样让我们的寿生 把这些冗员能够淘汰掉 让所有的这些的公务员 真的大家能够四彩四所 去发挥他的职能 对不对 而不是说好 真的我们就很形式化的 去把这个总员合法来控管 该给的人我不能够给你 该删的人删不掉 所以只好用什么 用业务会 然后去聘请这些的 对不对 所谓的派遣 对不对 尤其我们的这个劳动部 派遣的人力一堆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是整个是走样的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 政府的组织再造 今天走到这里 当然我们知道说 其实叫上帝也会疯狂 因为当开始 刚开始施行的 这个开始这个组织 进入到这所谓的实体战 这个肉搏战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大家每一个人都在 顾自己的位置 全部都在大风吹 全部也都在抵制 所以最后就造成 互相让步一直不断的协商 不断的协商 互相让步的结果 就会变成四不像 跟原来我们自己 所立的理想 所立的愿景 其实是越来越背离的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不晓得这两位 我们在延两年 是不是能够回到 我们原来的 当初的这些愿景 还是说 走到这边 反正头洗下去 然后把它洗掉了 好 不管不知道怎么 要以后再说 到底怎么样 我们的国发会先 好 报委员 我想这可能分为 两个部分来讲 那第一个部分来讲 就说就我们现在 这个占行条例 那为什么要延长的 这个目的来看 那因为其实 占行条例现在要延 除了这个 我们现在是 因应组织法的配套措施 换句话说 它的重点不是在于 组织要怎么调整 而是组织调整后 怎么跟原有的一个组织 包括预算啊 人事啊 怎么样去做一个衔接 所以那个是处理 这个部分的问题 那处理这个部分的问题 那当然也互相会有关联 以至于造成就是说 现在还有六个部会 还没有完成 那六个部会 不但没有完成 前面其实相关完成的 这些部会 还有您刚才讲的 像三级机关还要处理 然后相关的这作用法 还要处理 那这些东西 也现在也都是在 一直继续进行中 所以从这个衔接的 这个目的来看的话 似乎是可以给一点时间 对大家来讲的话 可以更争于完善 而不会急着说 明年1月31号之前 就急旧章 所以就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延长两年是有它一个必要性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您刚才讲说 就这个组织本身调整 有没有达到原来的这个目的 那就这个部分 从我们现在执掌 因为我们现在执掌的话 在国发会里面 还有原来研考会的 所谓的这个广考业务 那我们现在在广考的部分呢 那我们现在会希望将来 能够推动 所谓的这一个 performance review 换句话说 一个绩效评估 所以就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将来就整个主改完了以后 那我们会进行一个 绩效上面一个评估来确保 整个一个组织再造 能够达到它原来的功能 那因为目前来讲呢 尚在调整当中 所以呢 可能有一些呢 并不是那么样的 适当可以作为一个 判断的一个基准点 那所以我们现在 到目前为止还不敢说 已经可以对它的功效呢 就马上就认为说 应该可以发挥 达到原来的目的 做一些判断 那至于说人事的部分的话 到底有没有增加 或者有些调整 我相信这个人事总署 那我请教您一下 那今天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希望能够 延到8月31号 一个延到1月31号 你们认为哪一个 1月31号就可以了吧 我们认为是 这个旅游委员的版本的话 1月31号就够了 OK 谢谢 那我们是不是请人事 这个副主席 各位你好 请就刚才委员所提问的 就总处业务有关的原额的部分 跟您提出进一步的报告 首先是主改之后 就整个中央政府所属的机关 大体而言 我们的原额呢 是约内的小幅度的减缩 并没有增加 当然你总原额法下面 当然是减少嘛 但是你们的这所谓的约聘 还有所谓的派遣 所以都增加了吗 其次跟你报告的 就是约聘人员的部分呢 我们也都 这几年来 都在掌控之中 比如说我们的规定 约聘的原额 不能超过总原额的5% 那事实上各机关大致来讲呢 都已经在这个范围里面 来用人 至于聘用的这个临时的人员 包括一般外界所关注的 这个派遣 劳动派遣部分 那我们呢 也都有将它的 禁用的人数加以冻结 不再增加 好 我们是希望说 因为你们人事行政总处 其实有很多的 对所谓的人力的 这个所谓的它的品质 还有它的职能的 这各种的训练 所以你们贵以这所谓的管考 对于所谓的这个冗原 这就是它没有办法进到 这个应该要淘汰的 因为你们那淘汰的机制 一直没出来嘛 对不对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当它没有办法 依照它的这个职位 它的职能 去扮演好它的角色的时候 它的淘汰机制在哪里 所以就会变成说 新的业务 因为你们从总原额法去控制 所以新的业务的人员呢 没有办法多给 然后呢 这旧的业务的这些的人呢 事实上那业务减缩了 可是它的职能没有提升的时候 事实上它是换回不了功用的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去加强 那另外我们上个礼拜 就是所谓 比如说是三等 就是三等 就原来是四等的这个机关 那现在变成三等 那它的这个所谓的职等 是不是全部都要提升 那我们看到呢 就是说很多的部位 其实都不一致的 所以你们在这一次组织 再造的时候 不是应该要把它 全部一起换吗 或者的话 你同样三等机关 对不对 为什么你的这个就会十二指等 那为什么有的是十四指等 那大家就引起这种所谓的不疲嘛 同样都是三等机关 那为什么有的这样 有的那样子 那还有那个原额 对不对 三等机关有的原额是这样 有的原额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不是不一样 那所以这个部分 你是不是要把它划分 或者的话 就会变成个别机关 不但跑到我们司法委员会来 说你看人家别的委员会 人家三等机关 只等都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就小看我们 我们就小媳妇啊 那我们这里就变成说 你没有那个原则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你们能够把那个原则 把它弄清楚 然后呢也能够守住那个原则 如果说定的原则就是这样 那任何机关来说都是一样 而不是说哪个机关 大家关说讲一讲之后 就这某个部分 它可以提升哪个部分不行 那我觉得说这样 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混乱 是不是可以 特别跟委员报告的 就是有关职等的部分呢 它是属于全序部的职长 所以呢三级机关改为四级 或者四级回复到原来的三级 职等的略等的 的的确是有一些的不同的现象存在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会协调呢 全序部呢 来拟定一个处理的原则 我知道全序部也有一套的处理原则 在营作之中 那你的那个处理原则就要把它列得很清楚 让各个部会能够知道说 好这个原则是什么 那我们符合我们就可以几值等 那如果不符合我们就能来维持几值等 那或是说我们必须要多少人数才能够怎么样 我想那个原则必须要很清楚 否则的话就会变成大家比较来 大家就比较嘛 对不对 同样三等 直等为什么我的首长就是这样的 直等 为什么你的首长是比较就高人家一等 那大家就变成不断的说来说去嘛 所以我们希望说 第一个就是你的原则 你的规则定在那里清清楚楚 那不管怎么样 大家就依照这个游戏规则来做嘛 是不是可以 好 谢谢 接着请王慧美委员发言 主席有请那个宝讯副主委 请宝讯会理副主委 还有我们的那个警政署 原则上我刚刚听到你们的这个对答 应该是在第76条的部分 你们两位都没有意见 对不对 是 那可是我觉得你们保讯会 有关于他们的第29条 第29条的部分 好像没有一并拿出来学会 蛮可惜的 好来 那个警政署这边 你们现在所各部会 跟你们相关业务 在法定上明定的 总共有184项 今天不过是帮你们就你们的业务里面的其中一项 拿掉而已 另外还有183项 是非警察相关的业务 或者是值得去检讨的业务 这个部分你们怎么去处理 谢谢王委员的关心 这个提案是我们李委员李贵民委员提案 提的吗 对 所以我就说你们不太用心 一般委员提的这个案跟你们相关的权力问题 你们应该把第29条一并拿出来审才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说 现在警察确实退休的很多 你训练补都来不及 你如何让这些警察人员 他们有一个好一点的一个工作环境 不要让他们压力这么大 你们只是在实际上应该针对所有的业务 跟各个部位下去做检讨 不需要用到你们的地方 你们应该大声说不 而不是说一位的长官交代 各部位大家不好意思 所以一而再再而三 你看这些警察 真的耶 大大岁岁 都要做耶 你看连现在甚至连一些所谓的集合 警察都要配合对不对 是的 那有没有那个必要性 你们有没有去做过检讨 这个检化警察协办 又是我们警政署重要的工作 我们有类管 然后我们也在检讨 在今年4月21号我们就 发函各警察机关 就检化了20项的业务 20项业务 对 法令上明定的那些 有检讨过吗 有 但是这个 要修法修了吗 这个是行政机关 就是各分散在各部位里面 法定上明定的东西 所以有的东西该修的 你们快点去修 好不好 让这些警察能够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业务 真正用在我们的所谓的治安交通 这样好不好 好谢谢 请坐 我再来请我们的国报会副主委 两个请坐 副主委 你觉得我们在拖时间拖完之后 这个主改之后 功效好不好 对不起 我们这次通过让你再延长时间 实效性你们能不能完全把这些组织再造的部分落实完成 报委员 只要我们在这边相关的这个立法组织能够调整的话 后续这个最主要今天战行条例是配套的措施绝对是可以完成 可以完成啦 可是这几年我一直观察你们的组织再造第一个国花费不够积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就是说在组织再造之前你们并没有针对各部会要求他们把相关业务去做做一些相关的整合性 为什么因为时代改变非常的多 我们从几十三四年前十年前你们的所谓的组织的东西到现在并没有随着时代改变你们自行业务先去做调整 当你的业务没去做调整可能很多根本不需要人力的你们继续还编的 那那些人力可能因应我们现代时代变化要增加的人你反而仇不出人来 这是我观察过程中我觉得比较遗憾的 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单位这个组挪那个组那个部会挪那个部位大风吹而已 所以这是比较遗憾的但是也希望说你们以后真的也要针对业务的部分 请各单位包括法令包括执掌包括执权的东西真的要再去做检讨 那不要一味的用过去好像每次的法条现在因为现在时代不太一样了 大家沟通不见得一定要十几天前通知大家来开会 现在有的东西可以透过LINE可以透过相关的一些软体部分来做相关的先行讨论了嘛 所以这个部分的时效性啊各方面的要求我希望国华会这边你们应该要去要求 因为整个国家进步不进步跟你国华会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 那我看到你们显然有看到一个问题啊 我们扫子化现在是国安问题啊 那国华会我看到你们最近针对扫子化加高龄化 你们有什么具体的措施 有没有 我们在这个部分我所知道这个虽然不是我督导的业务 但我知道是说我们相关的这些补助也是跟劳动部卫福部这边有非常 你们不是有提一个完善生养的环境方案吗 是是是是 是你们提的还是谁提的 是人力处 人力处提的 人力处提的 那你们赞不赞成 我们我们提的我们当然赞成 这是你们你们为了解决少子化冲击吧 对不对 可是呢劳动部赞不赞成 你们的内容是什么可不具体的告诉我们 这个比较抱歉一点因为这个不是我我尽管的相关的这个业务 那所以在这边的话没有办法很具体的 对啊这个国花会要加码拼生育啊 这联合晚报的东西啊 你们为了化解少子化的冲击啊 权力拼提提升啊 你们呢要多津贴的部分要加码嘛 本来我们是零到二岁嘛 你们现在要加码零到二岁嘛 对不对 这东西你们都不知道 不是 这个部分的话 那你们现在国花会的职长到底要做些什么 这个国安的东西跟你们没相关啊 没有没有跟我们当然有关啊 只是刚才我是跟这个委员报告说 这个不是我督导的业务 但是据我所知道呢 在这个上面呢 当然因为涉及到这个劳动部的这个职权 所以他们在这上面包括经费 所以现在还是草案完全没有一个结果 现在应该就是说相关的这个经费来源 还有这个整个一个实施的年限 他们大家在还在讨论一个当中 要到最后的 以前国花会的功能叫做小内阁啊 是很大啊 可是我觉得你们现在都把它做小了 是到底是没有授权给你们 还是你们自己的功能不懂得去用啊 可以委员报告 我们最主要我们还是在进行一个协调的一个功能啊 至于说相关业务执掌 还是隶属到我们相关的部会里面 所以有关于 好啦就你的专业你觉得这可不可行 能不能做 有没有效 这个关键就在于说 不然你说协调 你自己没有个方针你协调协调 能够协调出个什么所以来来啊 好啦这个不是你的业务 我再问一下啦 我们主计长说今年保一保不成啊 可是我们的主委啊 他说绝对保一保的成啊 到底你们的这个 你们有什么配套措施啊 不然的话你们怎么这么肯定说保一保的成啊 如果说就今年的整个一个统计来看的话 主计总处这边的数字 还有其他国内外的这个数字显示 今年的GDP应该会超过一 应该有大概1.53左右 1.53对但是这个还是要看最后 现在最后一季的一个表现啊 那我们是期待的最主要是明年 你跟你们跟主计长看的报表不太一样喔 不然怎么会差这么多 GDP差个1%那个差很多了耶 我们现在是在讲说整年度的 就是今年2015年的 2015年当然可以保一 那但是就这个这一季的话 当然是一种衰退 我们到12月底的时候 我们来1月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你们的比较准 还是主计长的比较准 那我们还是当然我们是以主计总处 主计长这边为准 这个我还是要拜托你们喔 因为你们真的是富有我们全国的整个的发展喔 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少子化 我们的这个高龄化的问题真的非常严重 所以在这个区块 我希望你们能够多去广听民意 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不敢结婚 不敢结婚 为什么不敢生小孩 如果我们如何去营造一个好的环境 给这些年轻人他们能够敢生小孩 我觉得这很重要 那因为你们的职责 是负责所谓的协调沟通 对不对 你们自己都没有个方向 都不知道现在的社会的问题在哪里 病因到底在哪里 你怎么下药啊 你去协调沟通有用啊 给委员报告 国外发会这边能做的 是一些外部制度环境 我们能够做改善 但是对于说一些文化 还有一些社会 还有一些个人的一些选择 这个东西我们就没有办法 这怎么是文化社会 个人的选择的问题 你如果把整个国家的经济搞好 你把整个的育儿的环境弄好 他们会不生小孩吗 其他国家 对不对 人均高于我们两三倍的 其实出生率也是一样并不高 那所以说并不能够把 这两个时间化作一个等号 所以换句话 好了不能化等号 你就告诉我你有什么方针啊 人少了啊人老了啊 你未来国家怎么发展啊 你国外的业务告诉我啊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刚才讲说 除了这个出生补助 那我们现在也尽量的采取一种开放 然后引进一些外国一些新创的一些 这些创业家 然后来带动国内的 来了多少 你们只会引进低阶的外劳 高阶的 高阶的有多少人来 我们现在开放好这个创业家签证 现在1400个 然后我们的条件能不能把他们留住 当公民还是他们来打工 一年两年人就走 这很多的问题法令要松绑 这也是你们的业务啊不是吗 我们一直在持续的一个推动给委员报告 所以这个部分你们如何快速松绑 如何快速松绑能够让更多的资金 能够进来台湾运作 对不对 创造更多的就业率 而不是像现在 资金一直外流 人才一直外流 台湾的未来堪忧啊 好不好加油啦 是是谢谢委员 接着请詹满荣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 首先麻烦请保讯会的李副主委 请保讯会李副主委 参议员好 李副主委你好 首先呢本席要特别感谢你 10月29号本席呢 带领本委员会呢 参访了国家文官学院 那么对于这个文官学院的这个 这个企划课程的安排 以及场地的设施 印象非常深刻 那么也谢谢您亲自啊 这个陪同我来了解整个局面 那么我对于呢 国家培训文官啊 尤其这个外交学院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公务人员培训中心 跟文官学院呢 有一个横向的整合 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家的福气 那柜单位呢 也对于我我们在研讨会里面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呢 都做一些后续的这个说明 非常感谢你的领导 好现在请你回座 好那么组织改造啊 我想最重要的关键之一啊 当然这个报告里面呢 我是不是先请这个经建会副主委 林副主委 国号会林副主委 现在已经改成国号会了 对不起 对 收五口了 国家发展委员会 谢谢 好 谢谢您的这个书面报告啊 我想对一般民众来而言哦 它组织改造 它不太感觉到 跟我直接有什么关系 那您的报告非常好 就是以技术官僚的这个报告 那个它所涵盖的层面啊 比如说管辖权财产接管 原额配调权益保障 那么这个预算的这个机制等等 这都很重要哦 对一个体系的改造 那么我非常赞成李委员所提出来的这个法案哦 就多延有两年的期间哦 我一个小小的一个请求啊 就是由民生的观点来看 到底对我组织改造 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 人民一定会问 当然组织的精简效率的提升 它相对的对变民的服务 这个呢对他们来讲是重点 那么我想请教副主委的就是说 我们有没有单一的窗口啊 就是说对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民众何去何从 不管是食安问题也好 水污染的问题也好 或者说政府大力要提倡TPP 要加入也好 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在哪里 我们去跟谁来询问 有没有单一的窗口 这在组织改造里面呢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规划 是那个跟委员报告 我们这次这个组织改造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把以前 这个事权分散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一次说强调像这个河川 河川的话以前的话 在上游是一个单位 然后可能是属于这个农委会 然后在下游可能会属于经济部河川局 就分散到各个机关 那所以我们这次组织改造 其实就有针对像这样子就是同一个事物的 相关联的机关 然后做一些整并 全部都把它放在这个环境资源部里面 那所以将来呢 在民众在面对政府的时候 其实那个机关本身 它就是针对事物性做一些整合 所以它也就用不着说 还要像以前一样 就是说要有一个所谓的单一窗口 但是事实上呢 还是后面是分散在不同机关处理 那所要花的时间还是一样多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再做这样整并 所以像环境资源部 就这一次没有通过的环境资源部 对我们来看就是非常重要 是 就一个小市民而言 由经建会改到国发会 对他们的影响在哪里 我想不会直接影响 但是呢 对我们整个政府运作 就是从规划 设计 然后协调 以至于到后面的所谓的这个管考 它就变成是一条边 变成说有一个PDCA的一个循环 就在一个组织单位里面来负责推动 我们假如延后两年来推动组织改造 那么你觉得这两年之内最重要的是什么 对人民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 委员问这问题很好 我想最主要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组织法虽然调整了 但是组织法调整以后这些机关 它要怎么样把原来的业务做一个衔接 所以假如说你不让我们给有两年的时间 然后把这些所谓的业务 因为业务还有各个作用法要修 然后还有预算要做调整 人员要做变动 所以时间稍微充裕一点的话 当然就不会急就张 那如果说现在急到 现在就要到明年的1月31号的话 那我相信很多立法就没办法完成 那很多组织的变动 就会变动到一半 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对机关 对人民来讲反而更无所事 是 国发会是一个横向整合的单位 所以有没有民众的单一窗口 我们现在最主要跟民众在这边 直接接触就是叫法协中心 那我们这个法治协调服务中心 所有有关于法规松绑 那我们现在在网站上面有一个平台 那另外呢我们的那个资管处 那负责所谓的电子化政府 所以我们有一个政策大家谈 所以只要跟民众对政府任何的关切 如果刚才委员崔英说单一窗口 说老百姓现在对政府有任何的意见 他就只要到国发会的 所谓的这个电子化政府 政策大家谈这个平台 或者是说像我们的法规松绑的平台上面 把他的意见 把他的关切写在上面 那我们这边都会做一些后续的处理 好 譬如说我是中小企业 我很担忧TPP成立了以后 对我企业的影响 我跑到法治中心的单一窗口 去反映我的意见 那请问国发会会怎么先处理呢 如果说是像TPP现在的话 跟委员报这个可能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的话 可能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处理当中 应该最近这个礼拜还是下礼拜 就会把整个一个TPP的一个本文 还有相关这些其他这几个国家 开放的这个内容 会先做一些公告 那做完公告之后呢 民众这个时候呢 自然就会产生关切 那前面的公告的部分呢 目前来讲呢 是由这个贸易局 他们会做一个公告 那公告完之后呢 民众如果有任何的一些关切 那这个时候呢 那包括像我们国发会这边的 刚才讲说政策大家谈啊 或什么 他们就可以来找我们 那如果说有特定的产业 或者是企业 因为将来开放受到影响 而需要做任何的一个 融资贷款的话 我们另外国发基金在这里呢 有一个所谓的贸易受冲击的 一个救济的 一个融资贷款的一个方案 那可以提供一些非常低利 甚至于无息的一些贷款 来协助他们做转型 好 非常谢谢 所以在组织精简效力提升的同时呢 我们也增加对人民 看到这个政府大有为的 这种过程之中呢 一定要有一些宣导跟铺陈 好不好 有些行政单位支持我们立院 今天要审查的两个议案 谢谢 好 谢谢 接着请王庭申委员发言 好 谢谢主席 我们请这个副人事长好了 好 朱人事长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 朱副人事长 好 副人事长 王爷爷好 早 我想今天啊 我们是审这个 我们的组织法 那么刚刚我们赵伟也说到 他对于这个组织法的修订过程啊 他可以说是百感交集了 那么本席在99年到立法院来 也恭逢其胜 那么事实上在这个国防外交委员会 因为在当时啊 不到一个会期当中啊 停声短暂的啊 就转到我们司法法治委员会来 那么正好那个时候 整个政府的组织再造如火如荼 但是眼见啊 第八届就要到任了 那么整个组织法到现在 还必须要修法 来将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临时的这样子的一个 法案通过之后啊 能够让原来原定在105年 这个1月31号到期的 能够延后到107年 那以便啊 整个这个法案再往前推 那整体的这个组织法能够 这个剩下六个部会啊 能够顺利的在执行他的业务 那么事实上本席 当然没有从头到尾 但是也在可以说最重要的时刻 看到整个政府组织在造 但是整个政府组织在造 到现在为止 其实啊 不但重要 而且啊 可以说是刻不容缓 那么我想本席在这里 当然还是要 以这个执政党的这样的一个 立法委员的角度啊 绝对需要全力来呼吁 立法院啊 这个不但委员同仁了 继续要来努力 我也希望国发会 或者是人事总处 但当时研考会 跟人事总处 当然当时是你们的业务了 那么国发会 现在是 辖下这个业务 所以啊 应该要积极来推动 让整个政府 不要在 这个 因为立法上面的 这时程 而让整个组织啊 有这个 立有未待的地方 那么为什么 今天本席先邀请 副人事长 是 那么先来感谢了 好不好 因为副人事长 你也辛苦了 先来感谢啊 人事总处啊 那么 本席啊 在 花莲的 这个火车站 升等为特等站之后 那么过去以往 本席也知道 整个台铁的组织 事实上 还需要 相当的 加把劲 但是如果 又要马儿肥 又要马儿 撞 又要马儿不吃草 就以现有的 铁路电计划 完成之后 那么 整个 泰鲁阁 普悠马 这新型的 倾斜式列车 将台北 到花莲 花莲到台北 三个小时 缩短 变两个小时 但是要训练 新的驾驶员 不要讲说 是新的驾驶员 连现有的 驾驶员的 名额都不够 所以当时 本席也在 台铁工会 不断地向 本席来 澄清 那跟我们 交通部 铁路局 也做了很多的沟通 那么有些时候 各位可以看到到 这个整个 政府架构 横向的沟通 会 会关系到 整个政府的效能 那么 身为中央民意代表 我们就是 从中 最好的一个桥梁 那么 经过了交通部 铁路局 这样的 甚至于工会 对本席的陈寻 本席 那么义无反顾的 赶快到人事总处去 那么 首先 我们现在争取到了 43个司机员 跟其他的 这个员额 总共113位 那么虽然 没有 这个 尽善尽美的 达到他们的要求 那么 我也要在这里 提醒一下 副人事长 这是感谢的一部分 但是也提醒 事实上 你看到铁路的 这个意外贫传 那 据本席了解 他们如果在 人员组的时候 在平交道前面 是还需要 有瞭望的动作 现在连 瞭望都不必了 连那个站长 都下去开火车了 那你怎么 就要做到这个动作 所以我感谢是说 人事总长 人事总处 马上至少 没有办法 全额至少 将70%的要求 能够达到 这个台铁的 这种 这个人事的 这个请征 那么 但是本席在这里 接下来就要 替我们花莲的 警戒同仁 因为今天 也在公务人员保障法 76条修正当中 我们也有提到 这样的一个修正条文 现有的警察 真的很辛苦 那么 尤其像花莲的 这个 福源那么大 南北重长 13040公里 单单 从北开车到南 就要两个小时 以至于我们这样的 一个中央民意代表 到了花莲市 北区参加完活动 想要到南区去参加 那你就只选择 到南区去 就别想再回来 北区参加 第二团 第三团 所以啊 在警察就更是如此 如果说 以现有的警察的业务 都已经过于繁重 甚至于没有办法专精于 他的各种的警政的这样的一个推动 反而啊 像今天这个修这个法就很有意义 不要将过去时代 希望能够有一些 这个安全的借户的情况下 所以啊 也将 这个所谓的这个警察 机关 来协助公文送答 放在原先的条文里面 那现在 那现在与时俱进 把这个法修掉 就是由相关的公务的人员 服务机关来送答 就不需要警察 这样疲于奔命 那么 因此啊 这个副总长 本席要请教 花莲现有的这个警员的人数啊 是不足的 但是您知道是 本来编制是多少 现在是多少的原额 现用是多少的原额 特别跟委员报告啊 花莲警察局的人力的部分 我手头上一时没有资料 没有你 那会后我会跟你回报 那本席给你资料 但是整体而言呢 我知道 那花莲整个我们 警政署还有地方的这个 所属的警察人员啊 是的 的确 他目前呢 缺额大概有最新的数据了 大概到9月底为止啊 大概8900多人了 全国8900多人 那我强调的是说 并不是议算原额的不足 是 是有议算原额 但是呢 找不到人来补 找不到人来补 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警察考试 训不及用 是 这些问题存在 好 那么整个 刚刚本席提到 整个组织在这 不就是要让政府更往前推吗 那本席也强调 这些警察人员 就好像火车的司机员一样 你不早一点训用他 你不早一点来 甚至于将他留任在 留任在这些单位的 这样的条件给他提升 当然我们会遇到这种 总局 那本席给我们副省事总长 一个大概一个轮廓 那么花莲的警察人员的编制 是1400多人 但是现在只到位1100多 少了300多 虽然对全国来讲 他也是缺额的其中一部分 但是花莲 刚刚本席有强调 如果说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 打询 咨询有意义的话 要麻烦人事总处 甚至于是我们的 这个博发会 整个国土的规划 东部本来就是 西部那么多的县市 东部现在把宜然 归到新北市的卫星城市的话 就花东两个县 几乎是跟西部并排下来 那只有两个县 幅远那么长 那你警察如果说 缺额的情况下 再加上我们不修这个法 那他还要疲于奔秘 其他的业务 那对他们来讲 欺小情何以堪 所以1400多个 不足300个 那么是不是啊 我们在明年度 当然我也会再跟人事总长 他本身也警戒出身 说真的他也很帮忙 也会再跟他沟通 那么如果能够让花莲的警力充足 那在这样子 一百多公里的这台九线上 能够多有警察人员去做巡逻 像美国那么大的公路网 那么如果有违规的情况下 马上警察人员能够上前去 第一个劝阻 第二个处罚 那么是不是我们也能够 让花莲的警察 比较人的够多 让他们不需要疲于奔秘以外 也能够保障地方乡亲 甚至于旅客的一个驾驶 危案的问题 是 不晓得 我想我们会后啊 会马上积极的来协调警政署 因为毕竟 这个警力的调配啊 是 他的权责还是在警政署啦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是责乎旁贷啦 是我知道是很困难 我们协调警政署来解决花莲 他的警力呢 不足的问题 那目前我们的资料显示啊 他缺额大概254人了 最新的统计 是将近300个 好不好 所以我们偏乡啊 是不是应该先优先来考虑 好不好 是 好 谢谢 接着请徐天才委员发言 谢谢 今天国发会林副主委来 请国发会林副主委 我们行政院的这个组织再造 是四季的大工程 那现在进行几年了 现在我们从 应该从99年开始 然后就陆陆续续在推动 101年开始 然后比较算是积极 推动到目前 当然还有一些 该完成的整并工作 没有顺利 但是以完成的这一部分 我们国发会 有没有就原来的预期目标 跟事后的实质的 这个绩效成果 做一个经济相关的分析 我所知道的是 我们现在的话 因为所谓的组织调整 目前来讲 你会有报告 我们整体的报告是有 但是只是说像刚才 因为刚才委员在这边 非常具体的讲说 要强调是绩效 那我们现在的话 对于相关的这一些变动 包括说到底原来的机关总数 人员调整 这个是有 但是因为绩效的部分 涉及到就变成是说业务的一个使用 还有另外就是一个预算执行的效果 这个是人事还有管理 这两方面 在整个制度结构调整以后 你本来就有预期的目标 预期目标实现了多少 当然都是可以计量的 是 每家公司都是这样 他们要整并提出这个 病过计划的时候 也就是说合并以后 怎么样怎么样 内外 各方面 他都会做评估报告 不然CEO干嘛 是 各位委员报告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有说很多 有没有 没有 现在目前来 所以这就是我们政府 打烂仗的问题 如果今天兵荒马乱 没话讲 大家都在 像这个二次大战一样 大家都在抖防空洞 那乱七八糟没有 现在是 太平盛世 太平是太平 没有盛世 为什么没有盛世 管理差 那你第一个说 因为你结果 你的组织 拉不动 对不对 所以 你必须重新调整 那调整以后 应该就拉得动了 只有调整钱 调整货 这些绩效 没有报告 至少有几个指标 GDP的总成长 那你的这个 政府在人事 管理的这个费用上面 业务 那一回事 你到底占多少 等等等等 太多的指标可以用 有很多间接的 这个测度方式 可以来证明说 我们的政府的绩效 到底有没有提高 这一点跟委员报告 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困扰 就变成是说 像社会福利的一个支出 那个会扩除 那个一直在增加 你本身专程是什么 我是学法律 谁法律 那我问你没有用 所以它是可以计量的 你这因素 有很多因素 造成这个总结果 但是那些因素 不是我们要讨论的 或是 不是我们可以 自己去 自行去处理的 外在因素 不可抗力因素 等等因素 那些可以排除掉 排除掉你 这个组织 再造的这一方面 到底贡献多少 如果没有组织再造 可能更严重 可能怎么样 这都是可以计量的 所以你今天 进行到这个时候 应该总整理 检讨以后 接着下来 还没有这个整病的 还没有处理的这些 该怎么改进 这很清楚啊 像忽然间在过程当中 忽然间哪一个六都 对不对 六都正向还是负向 我那时候当台南市长 我在1993年当立委的时候 我就看到日本 京都的特别建设法 就今天日本京都 不管是观光产业 甚至一般的这个企业 他都可以读 都可以跟东京逆美 发展他的特色 连企业都有他特殊的形象 因为他文化环境背景 所以他有50年计划 但我争取这个文化古都 升格 那么困难 终于逮到机会了 然后他认为不可能 我说一定要做 所以我做成了 那做成以后呢 做成以后呢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你这个 说我买车 买新车子 我买新机器 我就怎么样 不见得 旧机器一定要淘汰 但新机器能不能 按照你所预起的这个绩效 来发挥新的 更高的 更好的效益 就看人的这个执行跟管理 所以这一套政府要改造 我现在奉献了谁当总统 一定要把政府这一套组织的功能等等 总的调整一下 我刚才提到六都 六都六都就要 依特色平衡发展 要直接跟国际接轨 那你既然成立六都了 你中央就有人事权力 很多就要丢给他 让他自行处理 六都结果形式的 不管都市计划 什么审理等等 还是照以前的程序 还是到中央一次 那你六都干嘛呢 薪水里那么多 做的事情 跟原来一样少 一样差 这就是教训 所以我们客观的 站在一个 用专业性来考量 政府的作为 它整个过程 我们会很痛心 这不止这样 在外国好的制度 移到我们台湾来 进入政府这一套体系 就是不一样 你说财政为市政之母 财政为市政之母 那今天的财政 烂到这种地步 烂到出处做假账 烂到出处 这一个特别基金 非营业基金 那要有滞长性 那可以发挥 这个比公务 预算更好的功能 结果它变成 帮公务预算潜藏 隐藏 负债的工具 都是事与愿违 都是这个 性质都 跟原来的意义都不一样 那你这个组织再造 为合并而合并 合并以后呢 那有些拼命抵抗合并 抵抗合并 那你应该 合并以后 你的功能 你的这个 权责各方面 都要有新的 一个布局 然后大家 公务员来讲 轻松愉快 不要跌床下屋 明明我可以处理的 不要再 太多细节了 中央现在规定 要水土保持 要这一个敏感土地 开发利用的 一些规范等等 现在要求地方政府 人民要 申请一个建设案 结果他说 中央规定了 你去问中央 可以吗 这块区域 已经整区域 没别人的建造 都出来的 会邻居 就有水土保持的敏感吗 它是同一个区域 那为什么 叫人家 自己去找中央 那你中央更忙啊 你中央要求他 更重视水土保持 所以 给个规定以后 他说好 你建商来 你民间来 你去找中央 拿证明来给我看 这可以吗 所以 因为这个太复杂了 政治不要再咒秀了 咒秀一个人就可以了 选举一个人就可以了 其他人通通要默默的 找问题 解决问题 执政以后 一上来以后 很快的 很快的展开 新的 各种脚踏实地 确实的一个动作 公文要做得有尊严 有收入的保障 有福利的保障 有贷的保障 弄到自己要加薪 都不敢加薪 都不敢加薪 如果你到一个机关 到一个企业去 联系三年五年不加薪 你不会跳槽吗 那现在呢 所以 这个 这个主筑在这儿 这个我看这么大的工程 我都不敢随便发言 但是我掌握几个指标 我来看的话 真的不能足足 那细节 再去看一下 跌床家屋更严重 你当然 因为这个 这个事实上的需要 很多业务 必须新增 很多功能 必须加强 但是你不能说 因为事物新增 功能加强 你就原来的人不动 那再用新的人 你就原来的不退 不动 那新的一直加上去 那是跌床家屋 再跌床家屋 那以后变成什么 里面牢育不尽 现在为了省钱 搞A聘 搞临时 搞费典型 就这个 的就业 搞派遣 结果他工作给你 你不好好表现 你帮我 不合作 我明年就不 不聘你 我下个月就不聘你 结果那些 以后被人 被他指挥 他本来是配合他的 结果进去代替他 那原来的人干什么 更轻松 这对吗 所以 我把问题 这个性质 因为太了解 秉着良心 你要改 不是说公务员都很拖然 公务员都没有容易感 不会的 我不是说 这个老外卖瓜 台南市那个时候 刚开始 公务员都很怕 都不敢让你报告 最后大家都急着来跟我报告 报告成绩 他自己主动 还主动到什么地步 主动得太主动了 我举个例子 我们一个公务局 在河床 向中央申请一批经费 搞河床的脚踏车道 他说做好了 叫我去开幕 我说你什么时候 去征集这几千万 搞这个 他说小事情没有报告 我们做好了 我说不要开幕了 不要开幕了 这浪费公堂 这一次台风雨 就全部完蛋的东西 结果我不敢去开幕 两个以后 就整个变成 做费了 完蛋了 几千万 那你 你敢施不公亲吗 所以我的这个公园等等 我都自己省图 省图就是 要建筑室内 省钱 要加强功能 合乎生态 合乎当地的特色等等 那些条件 所以每个公园都有特色 每栋房子 都有不同的造型 那台湾呢 用脑筋就可以大大改善的 你管太多了 管太多吗 你不管就完蛋 你不管了 每个活动中心 盖起来都是一样的造型 每个公园 种的东西都一样 都是贪污树 黑板树 小越南人都是贪污树 贪污树 什么叫贪污树 想一想 那钱多好赚啊 但是对生态 破坏都严重 对以后维持都困难 所以太多太多了 台湾人 行吧 台湾要变成富翔的国家 比现在好两倍三倍 都很容易的事情 不要说困难 太多人闲着没事干 太多人 不晓得怎么做 切瓦领导 Leadership 切瓦领导 切瓦领导 执行的都是 这些高普考学硕士 有的单位 这个博硕士 五六百位 我一问 联系五年 没有一件研发案 人家外国企业 外国机关 是每一年进行脑力激荡 创新研究比赛 就你本身的A5 你A5如何改信 提出计划 人事总局 应该做这个全国行政 更改革更新的创意比赛 不是教市场怎么做 不是教其他县市怎么做 不是地方政府 叫中央政府怎么做 而是你的A5 你提出改革计划 大家来竞赛 很简单 要花奖金 竞赛以后 失职好的话 这个优秀公务员 模范公务员 跟他升迁 全国表扬 公务员怎么会没事干 怎么会没有成就感 太多太多 会改革 很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很容易 因为以前都不做 所以很容易 不是以前做得很好 现在要进步很困难 不是吗 行这个改造是机会 结果弄成这样 我是代表讲一下 没有时间去深入研究 好谢谢 因为我们没有那个 国号会没有那个 performance 那个standard 还没有完成 接着请郑天财委员发言 有请国发会副主委 还有人事行政总处的副人事长 租副人事长 还有前序部 前序部 前序部是谁 黄检任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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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请那个 无论是国发会 或者是三个单位 都有关系 这个主改 我们今天谈这个行政院功能业务 以组织调整战刑条例 这个战刑条例里头 当然也有规范 有关 因为主改 无论是这个合并 或是裁测 或是怎么样的因素 相关的公务人员的一个 潜意的保障 也在这里面 是不是这样 那以原住民族委员会 的一个组织法而言 本来三个 这个副主委里面 有两个是政务 有一个是政务 两个藏务 那因为主改 改为两个政务 一个藏务 而这个 唯一的一个藏务 要现原住民身份 这个是我们 言民会组织法 所已经通过的一个条文 而现实上当时 这个藏务的副主委 有两个 那其中有一个不是原住民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个我们行政院 或者是前序部 必须要就事务官的潜力 潜意 要去考量 要去保障 这个是整个主改 或者是整个宪法 对于相关的公务人员 福公子的潜力 因为毕竟事务官 跟政务官 事务官然后变政务官 政务官然后变事务官 以现行的法律 年之可不可以并记 不能并记 对不对 这个人事长 不能并记对不对 对不能并记的情况之下 所以他的潜力 就必须去做保障 我们人事 人总处 就任由这样的事实发生 为什么呢 就一个部会来讲 言明会 或者是相关的部 以言明会 尤其是言明会 他又有一个身份的问题 以言明会来讲 一个十四指等的 原来的常务的副主委 本来两个现在变一个 对不对 那言明会本身 他没有十三指等 十四指等的其他的职务 他没有嘛 对不对 你任由这个主任委员 自己去处理 他就无法处理 对不对 你也不能让他当 十二指等的参事 或是纪监 对不对 你要让他当参事 纪监 要经过他同意 是不是这样 按照 这个公务人任用法 要经过他同意 那十三指等 这个主任委员 他也没有办法派十三指等 因为在这个言明会的组织法里面 也没有十三指等的职务 这本来应该要由 人事行政总处 要跟行政院 或者是其他的部会 部会都没有了 也只有行政院 才有十三指等以上的职务 十三指等跟十四指等的 常任文官的职务 但是你们没有处理 所以不得不 不得不 主任委员只好把他当 把他 看起来是提升了 提升为政务委员 政务的副主委 事实上对他的潜意 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因为事务官跟政务官的联资 是无法并进 是不是这样 副任务长 机关组织修法的时候 尤其在政府主管的过程里面 减少了常务的职务 增加了政务的职务 这个是由国务会 他在统一规划的 第二点 目前常务跟政务的联资 它能不能并济 就要看这个联资的性质 比如说休假联资 是可以并进的 那个 你不要谈那个 副任务长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 他的相关退休的联资 是无法并进 你不要去谈那个休假 就一个潜意保障来讲 对不对 宪法大法官会解释的保障 不是在讲那个休假联资 宪法的所谓的 服工职的潜力 对不对 不是在讲那个休假联资 所以你不要去谈那个部分 事实上这个事情发生了 所以等一下我们再讨论 这个我们所提出来的 组结议的时候 务必请相关的 不论是国法会 尤其是你人事行政总处 包括前期部 应该要全力的支持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 我们在主改的时候 主改 就原住民族而言 要主改 应该把那些什么国立 历史博物馆 国立台湾博物馆 还有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 还有很多的博物馆 还有故宫博物院 国务博物院又在 在什么地方又设了 那个基本上就原住民族而言 那个都是汉族的博物馆 那原住民族 原住民族没有博物馆 没有全国性的博物馆 那只有现在只有一个 圆明会首辖的 原住民族文化研期的管理局 但现在主改要改为中心 如果我们从这个 相关的这些人力来看 我刚刚讲这么多的博物馆 这些博物馆的人力都非常的多 一个馆 小小的一个馆 原住民族文化研期 它42公顷 42公顷 然后它除了这个相关的 这些传统的住屋 传统的相关的文物 手工艺 还有这些相关的 这些文化歌舞的一个采集 一个展演 展示各方面之外 另外还有前台湾的 29个地方的民族博物馆 民族的文物馆 各民族的文物馆 有29个在各个县市 他还要去辅导 营运 庭建 活化的一个工作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一开始 你们不能是因为 你一开始人就很少 所以你现在要增加就很困难 这是不对的 从原住民族的角度 这是不对的 现在他19个人 19个人 要做这么多的事情 你知道传统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有多少人知道吗 70几个人 还有一百多个 医聘用人员 聘用条例的人 一百多个 我念给你听 他有70几个 编制内的公务人员 另外还要 第五条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组织法 第五条 本中心未负责 细计国业之创作 以展演 细计排演 以指导人才之赔 得意 聘用人员 聘用条例之规定 聘用专业人员 起人数不得超过 一百八十七人 你看看 一百八十七人 多么多么的不公平 原住民族的文化 你回去去了解一下 他这个传统艺术中心 绝对不是针对原住民族的 绝对没有 这里面绝对也没有一个是原住民族 这样的一个不公平 我们七七要增加十个人 还要说要从延民会那边去捡 这合理吗 公平吗 对不对 副仁师长 是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严格讲起来是不公义 原住民族的文化 艺术 歌舞 手工艺 文物 都典藏在那边 你如何去看待这样的一个不公义 这个原住民族文化园区 它的用源 在人事总处的作业上 我们是按照 中央机关 这个总研论法的规定 是由各主管机关 它内部先行检讨 去调配 所以呢 我们才一开始的时候建议呢 是先由原住民族委员会 就它所需要的用人呢 再进一步呢 根据业务的性质 不如人事的规模 不如人事长 不如人事长 你们每几年都要去评鉴嘛 对不对 每两年 对不对 每两年就要去评鉴嘛 你言而评鉴都评鉴是假的嘛 对不对 你眼睁睁的看它的业务这么的繁杂 这么的多元 十六组耶 十六组的文化 四十几个方言别 以言别 四十几个以言别 每一个民族的都不同的 这个文化 非常多元而多样 传统艺术中心 又是如此的 这么大庞大的组织 非常的不公益 你怎么还要从言明会去谈呢 你每两年就是评鉴他 你还要从言明会 言明会能力也不够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呢 请这个副人事长回去啊 赶快跟人事长报告 不只你用你的良心啊 去看待 去好好的检视 去对比 比较 一比较就知道了 好不好 你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请那个 人事长也 副人事长也提供 这个传统艺术中心 你们每两年都会 言而评鉴嘛 对不对 我们对主管机关 是每两年 对对 主管机关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我说说你 不管是主管机关 还是你们的一个 言而评鉴的那个 第一个 他评鉴的时候 会一个报告嘛 对不对 没错 报告之后 然后你们有一个 评鉴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出来嘛 评鉴的结果 是不是可以提供给我 可以 好 谢谢 接着请蔡其昌委员发言 主席 主席早 大家早 我请那个国务会 国务会的林副主委 副主委 我想因为今天来司法法治委员会 这是你的业务嘛 对你过来 那今天本席啊 刚好借这个机会 有关两个国家发展委员会的问题 想跟你请教 那或许这不一定是你的业务 但是我希望 你就你知道的部分 来回答本席 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台中要举办这个 2018年的这个花博 副主委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我听过 副主委你晓得现在啊 这个花博的经费啊 这个市政府跟 我们国家发展委员会之间啊 有一些增值 你晓得问题的增值点是吗 这个很抱歉 我不清楚 可能他现在是申请 这个公共建设计划 然后在核定上面 可能会大家有些认知上不同 对 其实主要是这样 也没有那么复杂 主要就是说 过去台中市政府 规划花博的时候 不是林家隆市长 是胡志强市长 所以江一华 在当行政院院长的时候 一再承诺 这个台中的花博 比照台北的花博 也就是啊 这个经费的补上面啊 大家对半开了 但是呢 江一华院长后来就下台了 胡市长也下台了 那国家发展委员会呢 就拿现行的法令规定 说这个补助款啊 应该把自常性的经费 扣除之后 我们再来对半 所以这样啊 这个魔法一变之后啊 台中市政府相对 可以从中央拿到的经费 就差20亿 就差了20亿 这故事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那后来呢 你们这两天有开会 市政府看起来是投降 就决定按照你们的办法 就制度面遵照 国家发展委员会 相关法令的规定办理 但是呢 市政府就新另外提了一个 叫做新增工程项目 换言之 补助款的部分 依照你们的规定 扣掉自常款去处理 但是新增工程款的项目 请国家发展委员会帮忙 协助各部会来支持这个预算 大概现在目前的进度是这样 那我借这个机会 我要讲第一个我的感想 我觉得政府不管是谁 不管今天民进党执政 国民党执政 为什么政府长期以来 得不到人民的信任 从政府到司法单位 甚至到我们立法院 因为政府讲话都不大守信用 当一个人习惯性说谎 讲话不守信用的时候 讲久了人民就帮他讲话 就当成这个 讲话台湾的 办了花博因为举办 周边相关的台中市长期停滞已久 得不到经费的软硬体的设备 该通的路我们通了 该增加设备 该清除过去张乱点的地方 我们都清楚了 借着这个花博 所以台中市民期待 中央政府说话要算话 当时因为没办法 港董的选举要开支票要连任 所以中央大胆的开支票 其实不只开这一项 交通建设更多 好几百亿 我现在一一就来监督 不管你叫江义化 叫毛治国 政府讲话就要照顧照做 如果没做的话 来跟台中市民道歉 这个就是原则 政府要展现出我们政府 这种原则 政府不一定都会做对事 民代也不一定都会讲对话 或者做对事 做错的态度是什么 这很要紧 但今天我个人是很不满意 但市政府接受 我就不再为难国发会 不然的话我这种讲话 我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 后来就跟政府 不然你来负失败 你负失败我也可以接受 你们就出来道歉 说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选举 为了开竞选的支票 所以我乱讲一通 我跟台中市民道歉 这样我也可以接受 这个叫负责任的态度 做错事正常 我们都教孩子要会负责 做错事就是要负责 态度就要紧了 这跟 你要讲吗 我是跟您报告一下 就是说公共建设 扣除掉自常性的部分 然后予以补助 是不是说是一个政策的决定 还是一个规定 在我所知道 这个主席总处这边 是有定一个中央政府补助的 这个作为要点 所以有关于这一点的话 也许委员如果可以的话 我回去查一下以后 我会很明确 因为那个是规定就是规定 那个不管是谁当首长 除非变更那个规定 否则就是按照那个规定去执行 是啦 现在国外会的意思是说 这个就是一个规定 不管它是主席单位 或者是我们国外的内部 我不想去追究嘛 但政府是一体 你当行政院院长 难道你不知道国外会有什么规定吗 你不知道主席单位有什么规定吗 不可能嘛 除非你都 你这行政院长是干假的嘛 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所以我只是表达 第一个跟你无关 不是你的业务啦 但是我希望你转达 我希望你转达给主委 本席对这个事情非常有意见 是 第二个 那所以呢 现在市政府就按照 国外会的要求 就不再跟你争执这个了 但是市政府同时啊 提出新增工程啊 有五项 第一个包括我们丰元啊 这个阮碑西啊 水域环境景观营造工程 阮碑西啊 下游整治计划 后里花博天空步道天桥 及花马道新建工程 第四个是后里车站接驳 接驳站的连接道路 最后一个在本席的选区 就是外埔花博展区的连外道路 这五项新增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工程的预算 副主委 可不可以回去转达主委 本席要求至少这五项 我们来协助市政府 这个可以吗 是 我们第一个我会转达 第二个就是 有关于现在公共建设申请的 相关的这些规划 那我们也都是一直站在 辅导申请单位 然后让他们能够顺利满足 他们的施政目的 好啦副主委 因为也不是你 这能够决定 承诺本席的 但我要你承诺回去转达 说我非常在乎这个计划 我一定会再开协调会 找你们相关的主委副主委 再来协商这五个新建的事情 第二个 我们现在这个海洋委员会的进度 从这个海洋组织 这个事法在2015年7月1号通过之后 那现在我们大概就是 在筹备中 那现在大概筹备的进度 副主委你了解吗 现在组成一个我们筹备小组 然后现在预计呢 我们是希望说是在明年的这个7月1号 因为最重要的是说 除了这个海洋委员会以外 那还有像保育署 还有原来的这个海巡署 其实也跟着做一些调整 那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海洋研究院的一个成立 那所以现在时间上面是预计是 希望明年7月1号的时候一切顺利 然后我们可以陆陆续续的开始来推动实施 现在我们暂时这个筹备处办公的地点 就在海巡署的办公处嘛 对不对 是在行政区办公处 应该是核署吧 对 但是由海巡署来做相关的这些主导 那 副主委知道说本席一直在建议 我在我也跟毛院长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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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咨询的时候我也跟他讲过 这个我希望新的部会 如果旧的部会 因为很多的同仁要上班 他可能孩子上学的问题 上班的问题 他已经购置了这个房子的问题 他会产生很多 如果你要将这些所谓中央的部会 做一定程度的分散的话 会产生对同仁产生一些困扰 但是本席认为 就像这些新设的部会 新设立的部会 我觉得一开始就应该做一些分散的动作 不要说台北市已经是够拥挤了 台北市已经够拥设了 如果这些部会相关的一些单位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海洋委员会里面 我们有这个海洋保育署 有特别是像国家海洋研究院 我们在台中的地区 这个是我带了一张检图 因为副主委不一定了解 我们台中港地区的这个状况 我们这里 我们有一个港湾研究中心在那里 现在属于交通部 那这港湾研究中心在做什么 事实上我觉得他做了很多的研究 包括现在对岸的工作船 在我们台湾的外海工作 每一艘船走过的轨迹 它是在这个单位里面 清清楚楚的记录 对于这个海啸的预测 几乎台湾最大的能量也都在这里 他们很骄傲的说比气象局还厉害 比气象局速度还快 还更准确 他们也参与过实物上几个 包括日本的这个地震 所延伸的海啸等等的问题 他们都做了很精准的预测 那这个本席就觉得说 他们对海洋的研究 花了很过去政府花很长的时间 而过去为什么在港湾研究中心这里 港湾研究中心加旁边的土地 总共加起来有十几公顷 因为在数十年前的政府 就希望发展这个地方 成为一个海洋研究的重镇 但是因为数十年过了 台中港开发到现在那么久了 这个地方就荒芜一片 土地就空在那里 所以本席就强烈建议 类似如果海洋委员会 或者海洋保育署 甚至最重要的国家海洋研究院 事实上就可以选定这个地方 然后把这个原来的港湾研究中心 直接就并入嘛 把它的过去所累积起来 那么庞大的研究成果 就直接整并起来嘛 对政府来讲 现行土地很方便 对于整个这个台北都会的输压 它很有帮助 第三个它有现行的土地 很方便在那里 最后一个 它又有原来的累积起来的一个成果 我们只是接续过去想要做的事情 而没有做的事情 把它做一个连结 所以本席啊 特别利用今天这个咨询的时间啊 来跟国外会做一个 这个简单的一个说明 也期待啦 你们希望把未来 在做这个地点选定的时候 把这个地方纳入考虑 那本席希望当然是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会把您的这个意见 然后带回去 然后向这个筹备小组做一些反应 也把您这边推荐刚才的一些说明 然后向他们做一些仔细的说明 好 谢谢 它就在台中港旁边嘛 是 你看得出来这就是台中港的地图嘛 对对对 非常适合嘛 是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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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请李同豪委员 李同豪委员 李同豪委员不在 请邵天才委员 诶 郑秀燕有了 卢秀燕 abs 这个 哪里 吐秀燕委员 卢秀燕委员 卢秀燕委员 卢秀燕委员不在 请李桂民委员 李桂民委员 李桂民委员不在 请邻德胡委员 灵德胡委员 不在 请张姓东委员 入川姓北 淡秀燕不在 请叶金林ve Şen 請蘇清泉委員 不在 請楊瓊瑩委員 不在 請賴政昌委員 不在 請邱文彥委員 不在 請陳歐破委員 不在 請林昌明委員 不在 包括委員會 所有發言 所有登記發言委員均以發言完畢 尋答結束 委員質詢時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 以書面答覆者請相關機關 進出送交個別委員 及本會 委員如有 書面質詢列入記錄 刊登公報並請 相關機關以書面答覆 包吻委員 我們基於人道考量我們現在休息五分鐘 稍後再舉起來開會 要請 請 脫 喆 筷 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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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 感谢观看 就有开协调会了 这个组织法通过之后 我就开了协调会 你们都自自不理 对不对 他还没有派认之前 因为他从组织法通过 一直到成立 是有好几个月的时间 结果你们都没有处理 就任由他 联明会主委他只好 又不能把他降到 12指等的 因为他只有12指等的职务 在联明会里面 只好把他当政务官 政务官跟事务官的年制 又不可以衔接 所以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 并不是没有案例 中选会的就是有案例 中选会有案例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 这个请我们赵委 还有各位委员 能够支持 因为中选会也有这种案例 在你们这段时间 就先让他当这个常务的副主委 然后你们考试院 你们行政院 你考试院 你责无旁贷 你是要保障公务人员的 考试院是包含着保训会 保障公务人员的权益 所以你们要赶快安排他 去盗结别的部会 部会都没有啦 就只有到行政院或到考试院 去担任十四职等的职务 不是没有啊 所以这个部分是你们带动 而现在说这不合法 好不好 这个如果通过你们可以赶快 你们可以加一些文字 在一定期间之内 有考试院或是行政院 来把它安置 就不会永远两个 他也不会 他也是要 他也会退休啊 对不对 他也是会退休啊 因为自离职为止嘛 等到你们也可以安排啊 就不会一直产生 两个常务的副主委 何况 常务的副主委 原来就是常务的副主委嘛 现在不是增加的 各位委员报告 因为人员安置 基本上行政院所持机关 人员安置应该是 行政院相关机关的权责 那应该由他们 就是在适当时间去 去妥事安置 那我也提到那个 中选会的那个部分 因为当初中选会秘书长 他的留任 其实他没有违反 组织法律的问题 可是 这个原民会 原民会的部分 他是因为 违反啊 违反当时的 现在的组织法 他本来是常务 对不对 改为政务之后 你继续让他当常务 不是违反吗 为什么到这边就不行 中选会没有 中选会是秘书长 他留任 他组织法没有规定秘书长 可是 我讲错了 他本来是秘书长 对不对 后来改为什么 副主任委员 对不对 主任秘书 主任秘书 那他后来继续当秘书长 是这样 没有错 你回去再次看 都有案例 我们都看过了 你回去再次看一下 毕竟你们带动嘛 现在这里就说 如果我们现在就决议的话 就基本上用到他离职为止 所以呢 他现在是辞职直等 那里面辞职直等的这个缺 有多少 是不是都属于政务官才会高的直等 其实当初对于这种长任副主委 副首长 原而减少的部分 其实在行政院 他编制表在修正的时候 他有加了一些顾问的职务 那其实也有去考量 这因为不会机关整病 减少这个长任副首长 这样的一个职务的一个情形 所以原则上是 我们是希望说 他是不是可以在行政院相关 就是的那个列领相关的职务 然后去适当安置 而不是用这个原职称 在机关里面留任 就是说如果这样写的话 就变成是说 如果他没有调理到其他的职位的话 那就变成他那个位置 永远保障到他退休为止 是不是会变成这样子 就是他就一直当长任副主委 那一直到他退休为止 那别人都动不了他 因为全部的就没有 没有那么高的职位可以去调嘛 是不是变成这样 是 对就是在里面留任 就是到他的职 行政院的顾问 知识指导顾问 现在就是说 行政院实识指导的顾问 到底有多少 有多少职权 他们应该有十一个 我印象中是应该有十一个 人事行政 人事行政总处有没有人 那个 朱副指导 朱副人事长 中显会 我先讲 中选会当初 本来是秘书长 副秘书长对不对 那个人是 谁来说明 人是行政总组副人事长 中选会 你们现在把那个 中选会的组织法拿出来 中选会 他本来是秘书长 副秘书长 主改之后没有秘书长了 有主改为主任秘书 那只等不同啊 所以就在编制表里面 里面写什么 编制表内首类主任秘书 事留任 言直称言官等 只等之秘书长 副秘书长 君出切后 使得设置 对不对 你们是在编制表啊 不是在 不是在那个组织法里面哦 一国两制嘛 对原住民委员会就这么不同 你对中选会就这么好 这你怎么话说 这个部分是不是说明一下 谁说明一下 这给你们看 因为是现在在 原民会组织法里面有规定 他的常任副主任委是一个人 所以我们是考量说 如果就是用原职称留用的话 他会有一个机关 有两个常任副主委 这样那我们是担心 这样会有违反 他现行组织法律的一个问题 这个中选会就没有违反吗 他本来已经 本来已经没有秘书长了 新的组织法已经没有秘书长了 他可以继续当秘书长了 报告我给你看一下这个 他是可以 当时我在处理了 我知道 能不能请问一下 其实原来的主任秘书 主任秘书跟秘书长的职等不一样 原来是秘书长 现在改成主任秘书 他们各自的职等是多少 对 主改以后改主任秘书 但到14了 13到14是什么 是主任秘书 秘书长 秘书长 主任秘书12职等 秘书长是13到14了 主任秘书是12职等 就继续让他称秘书长 然后称他 就不是称主任秘书 所以你们就要赶快去处理 所以后来你们去处理了 把他调走了 这个就是 应该是要这样去处理 如果没有这样去规定的话 你就永远就这样 报告委员 因为秘书长跟主任秘书 他其实不同的职务 所以没有说同一个职务 不会有两个人的问题 已经没有这个职称都还可以 哪一个更严重 都没有这个职称 都还可以继续称秘书长 那个更严重 何况他这个还有副主任委的这个职称 那个是在组织法里面明定的 组织法里面他自己编制表里面 去说明的 他有一个缓冲期在那边 那人事行政总处现在就说这么高的职等 这个有委员报告 刚才你吹询的行政院的顾问 他目前有多少职缺 这个人事总处不知道 这个人事行政院的人事处才知道 那个报告委员会 因为我们我先来处理时间了 我们就是 今天我们 这个到12点以后 我们再继续延长到 今天所有的议案 处理完毕为止 那我要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提的这个组决议 事实上跟本件 我们今天审查的法案是无关的 所以我是建议第一个 组决议改成一个提案 变成一个提案 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个提案的内容里面 把这个通过附带决议这个部分 这个拿掉 跟那个冒号拿掉 通过附带决议这个 到那个冒号拿掉 那在这个 然后到一直到这个 修订之原住民族委员会组织法 第三条 的部分 就再加一个建议 建议 有关103年 元月十四修订之原住民族委员会组织法 第三条 在未完成修法 补证前 然后就一直到 结束这样 就是改成一个建议案 因为今天 这组决议没办法用组决议 第二 今天跟我们审查法案完全不一样 这是就 等于改成提案 改成一个建议案 是这样一个方式 那因为 这个确实是 郑天才委员所提的是一个问题 因为 我要提醒这个 全续部 要去注意 基于 这个信赖保护原则 这因为是机关改制的 改制的一个情况之下 造成了常任文官 也就是公务人员 他权益上 确实是有一些受损 这个我们在所有的机关改制里面 在主改里面 我们都有一个 类似这样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条款 是在里面 这个确实是有必要 来做一个处理 所以我们改成一个建议案 但是这个东西 今天他出席的全续部 他也不能 他也做不了组 他以他层级也是做不了组 这个不 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建议案 要求他 尽数来做一个处理 正是这个问题 包括赵伟如果改为附带决议呢 不是 这个不能用附带决议 今天是法案的话 我们是附带决议 今天我们不是 跟今天的审查的法案 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他不能做这个附带决议 只能用提案的方式 那我们提案以后 那把那个通过附带决议 这几个字删除 建议在 未完成修法补证前 加个建议两个字 就建议案 那他们就要必须要去做处理 好不好 那你也达到 你的诉求的目的 好不好 那个 全局部这个名 那个人事行政总处 可以吧 应该可以吧 对 好 因为 在编制表里面去加注 那因为编制表 其实要经过行政院核定 然后全职机关发布 那没关系 就是我建议案嘛 你回去就去处理嘛 就是当时你全聚部 这个有点有疏失嘛 那是不是 不能跟你摆明了 不能讲明了嘛 包招 给你保了一点颜面嘛 好不好 包招 是不是就是 意思就是 请言明会修他的编制表 对啦 就是 按照那个中协会的做法 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你们的意思是这样 前聚部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写的这么的确定 还是说我们建议这个全聚部 应该在多久内 然后呢 严理解决办法 解决方案 这个 是不是因为人员安置基本上也会涉及到行政院相关机关的权责 是不是要把行政院的一个相关机关也列进了 他牵涉好几个部会的事情 而且呢 所以为什么改成见钱案的原因就是这样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他如果在编制表里面是可行的 编制表里面 现在依照编制表 我们现在新的 这个 总言论法里面嘛 或是说 那个 所有的组织法 我们现在都最新的 都中央行政机关组织组法里面 我们都用编制表来编定 那编制表里面 我们当然可以去做调整 如果编制表定出来了以后 他送到立法院来 我们认为说我们有意见 我们在依照 立法院职权行政法 第60条的规定 我们可以抽出来审查 那审查62条的规定呢 就是说 你审查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不同意 如果我们同意 行政院送来的案子 那我们 他被查的案子 那我们就准以 准以被查 那如果我们不同意 我们就是 另外还有两个方案 一个方案就是 通知更正 另外一个就是 把它废掉 所以我们还有 还是最后的监督权 还是在我们立法院 我们依照立法院 执行政法 有相关的规定 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因为今天我们 并不是审查 这原民会的组织法 所以我们也不能做 主决议 只能用这个 也不能用附带决议 我们只能用这个 提案的方式 那提案呢 我们把那个 您所 你朝你的 通过附带决议 这几个字删除 然后在 未完成修法 补证前 这个部分呢 我们再加个 建请案 那这样他们就可以 因为他们必须 包括行政院 包括全序部 他还必须要去做 一些协调跟沟通 那当然 这个全序部也有提到 就是说 那行政院院会里面 他们去讨论的时候 他们同意就同意啦 就是这样啦 那我们把点出他的问题 当时确实有 疏漏的地方 好不好 那 或是说 你们建议要 建请要加在哪里 建请全序部 就是说 你到第三 就第三条 前面那里 就 原参照 司法院 大法官 示意 集中选会 组织编制表 设置案例 那建请 全序部 会同 考试院全序部 会同 行政院 相关机关 就 上开问题 或者说 就 就上开案例 于三个月内 或是看几个月内 提出解决方案 因为我们下面这个 好像把它 定死了啦 那我会建议是说 下面这些把它删掉 等于给他们一个弹性 但是我们 就是说我们从 原参照那里开始 原参照 司法院大法官 示意及中选会 组织编制表设置案例 建请 建请 考试院全序部 会同行政院 相关机关 考试院 全序部 全序部 会同 全序部 会同 行政院 会同 行政院 相关机关 就上开 案例 于 看要一个月内 就上开 上开 上开案例 上开案例 于一个月内 提出解决方案 那看要不要 冰箱本委员会报告还是什么 不用这样 不用啦 就是这样好不好 提出解决方案 等于像后面那个整个给他拿掉就对 都不要了这样子 包括这个 等于从 那个有关103年那边全部拿掉 那些都不用了 对对 因为反正前面已经讲了嘛 大吼刚会人做解释 然后呢 那个 中选会的案例也给他们参考嘛 那他们去提出他们的解决的方案嘛 对对 那反正就是考试院跟行政院自己去提出来嘛 一方面 就是说对于当事人他记得的权利 你怎么样去保障 那你怎么样去做弹性的去处理 这样可不可以 可以吗 一个月内你把他提出解决方案 对对对 一个月内 一个月内啦 好不好 那我们再给他重新再念一下好不好 这是我们这个 这个提案的 来 协商通过的提案 协商修正的条文 跟正宣读如下 后段 原参照司法院大法官示意 及中选会组织编制表设置案例 鉴请考试院全序部会同行政院相关机关 就上开案例 于一个月内提出解决方案 宣读完毕 解决方案是吧 好 那后面那整个删除 那前面那个 呃 呃 这个主决议那个也拿掉 也划掉 好 那改成提案 就提案 好不好 好 那个提案人就是 提案人正列 这个油美女委员 提案人正列油美女委员 好 我们全部都是变成提案人 好不好 好 就这样 好 好 那这个 这个提案了 就 修订通过 接着请看 呃 接下来进行讨论四项二 审查李贵明委员等21人 拟据公务人员保障法第76条条文修正草案 那本 呃 本案也只有一条条文 呃 那个 呃 那个 国化会可以先离开了 呃 国化会可以先离开 好 那请呃 针对这个条文 呃 呃 呃 我们保训会这边有没有意见 刚才表示 已经没有意见嘛 是吧 好 那 那 也 那 各位委员如果没有意见 我们就审列大题讨论 直接进行这个条文讨论 同意吧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 那请 接下来我们就 请宣读这个提案条文 第76条 第一项未修正 第二项修正为 复审事件文书 不能为前项之送达时 得由保训会派员或 嘱托原主分机关 公务人员服务机关送达 并由执行送达人做成送达证书 第三项未修正 宣读完毕 接下来请宣读修正动议 公务人员保障法第76条修正动议 第七条第一项 复审事件文书之送达 应住民复审人或其代表人 代理人之住居所事务所 交付由务机构 以复审事件文书 由务送达证书发送 第二项 复审事件文书不能为前项之送达时 得由保训会派员或 嘱托原主分机关 公务人员服务机关送达 并由执行送达人做成送达证书 第三项与现行条文同 提案人李委员贵敏 张伟满荣李委员学章 王委员提升宣读完毕 报告委员会条文及修正动议 与宣读完毕 请问各位委员 我们是来协商一下 因为有个修正动议 对我说明一下那个修正 修正动议的部分是这样子 因为他原来的那个条文里面的 那个时候是在那个邮政机关 他还没有那个民音化之前 那现在因为民音化的关系呢 所以才把这个 因为原来是尽量把它简单化了 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修正 只是单纯的把要求警察机关 来这个配合送达这个部分 把它删除而已 但是因为现在那个邮政机关呢 民音化之后 他已经不是邮政机关 所以把它改成邮务机构 因为他变成民音化 所以只有单纯的 把那个原来的现行条文里面 不符现在时代的一个需求的 这个地方做变更而已 其他并没有变动 谢谢李贵明委员的一个说明 那保讯会这边 针对这个修正动议有没有意见 因为只是把这邮政机关 改成邮政邮务机构吧 配合这个民音化吧 我们同意呢 就是把机关呢 改成机构 因为它是国营事业机构 那邮政是要邮政还是邮务 是不是要再做一下 基本上是业务吧 这已经不是这个政策 没有问题是吧 这是 那个依照这个民事诉讼法 施刑法第三条 他这个 他也是用这个邮务机构 送达诉讼文书实施办法 也是用邮务 证照办理 谢谢 那本来呢 就依照这个修正 李贵民等委员所提修正 修正动议啊 这个再修正通过 对 这个领弦哦 因为贵民委员不是本委员会的委员 就改成这样好不好 这个 提案人改成这个单满荣委员 李学章委员 王秦深委员 李贵民委员 一起好不好 好 那就把这个提案人了 做一个调整 报告委员会 报告委员会 本案审查完俊 拟据审查报告 提报院会处理 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院会讨论时 由李召集委员 学章说明 接着下来 我们再进行讨论四项三 审查请愿人 谢平全军等 48件请愿案 请宣读人民请愿案 案由 第一件 一 谢平全军为建议审凿民法第1064条 及1065条 有关非分婚生子女之权益请愿案 二 谢平全军为建议考量修正 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第二条 第二条第一项 将廉政机关列入但书规定请愿案 三 谢平全军为建议审凿审法征修条文第三条 第三四项之意涵 检讨修正中央法规标准法 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 等法请愿案 四 谢平全军为建议审凿修正中央法规标准法第七条 立法院职权行事法第六十条规定之必要 并审凿总统依法发布命令之必要请愿案 五 谢平全军为有关行为能力规范一节 建议检讨公文程式条例第一五条规定请愿法第五条 个人资料保护法第二条第九款第十条第十一条 行政程序法总则第二十至第二十二条九十六条 第九十六条第一项 与程庆第168条第173条及刑事诉讼法第242条规定请愿案 六 谢平全军为建议审凿修正司法院组织法第三条第一项大法官人数 与第五条第二项大法官任期请愿案 七 谢平全军为建议修正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第二百四三条 第四百六十条第四百六十一条与第四百六十五条等条文 司法行政最高机关为法务部请愿案 八 谢平全军为建议修正监事法请愿案 九 谢平全军为建议检讨修正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二项请愿案 十 游洪志军为 游洪志军等 为要求修正刑法第四十七条累犯之时间 人民是否累犯 起算时间不可因法官之审判时间而有不明确之状况请愿案 十一 游洪志军等为要求修正刑法第一百四十条五入公务人员五入公务员公署罪增加免责规定请愿案 十二 游洪志军等为要求废止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九条罚还规定避免沦为政治人物妨碍人民国赔之恶罚请愿案 十三 游洪志军等为要求修正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九条为国家赔偿不适用避免沦为政治人物妨碍人民国赔之恶罚请愿案 十四 游洪志军等为鉴请修正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修正为可诉论方和县请愿案 十五 游洪志军等为要求修正行政程序法及刑事诉讼法于信封上必须手写内容物为何公文 以防公务员逃避诉讼请愿案 十六 游洪志军等为要求修正行政程序法刑事诉讼法于信封上必须注明内容物为何公文 以防公务员偷筛其他公文不筛争议公文 号称有记逃避诉讼请愿案 十七 游洪志军等为要求修正行事诉讼法使再审可针对裁定再审比照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规定请愿案 十八 游洪志军等为要求修正行事诉讼法第441条为人民可直接提出非常上述请愿案 十九 游洪志军等为建议修正行事诉讼法第15条 人民可向共同之直接上级法院首席检察官或检察长申请裁定管辖请愿案 二十 游洪志军等为要求修正行事诉讼法自诉章 此自诉被告不用到庭比照行诉第371条可不到庭直接判决请愿案 二十一 游洪志军等为要求修正行事诉讼法增加寿命法官有关要求证据调查 必须一一列出双方要求请愿案 二十二 游洪志军等为要求修法加注自诉案件不可羁押及直接判决 羁押不可上手铐之规定请愿案 二十三 游洪志军等为检举司法院管理不当 要求修法压人都要涉营请愿案 二十四 游洪志军等为要求修正监察法 增加对不去议会之市长监察院有监督师职市长之法律授权请愿案 二十五 游洪志军等为检举立法院程序委员会违反请愿法 要求设考核人员并重新处理案件请愿案 二十六 游洪志军等为要求修正行事诉讼法 地检署擅置移转管辖人民可救济 及第219条保全证据必须可抗告规定请愿案 二十七 游洪志军等为要求修法解决起诉检察官 一审二审法官共同违反刑事诉讼法 第273条第300条及第376条之罪请愿案 二十八 黄松辉军为建议检察官临庭参审致请愿案 二十九 陈俊军军为废除保安处分强制工作室及修正刑法之刑罚 一罪一判事提出成刑请愿案 三十 王光明军为受刑人无期徒刑撤销假释并执行二十年 却适用无期徒刑之累进处域规定 致直满二十年无缩短刑期之望 再承行修法匡正法治请愿案 三十一 蔡正辉军为建议检述审议通过 公务人员退休抚恤法草案 以立公保年金早日实施 照顾未领月退休金之公保退休人员请愿案 三十二 张坤和军为建议紧述完成法官罚请愿案 三十三 苏洪德军为因应网络霸凌事件评人 要求训事立法 将刑法妨碍名誉等罪公诉化请愿案 三十四 刘家梅军为建议删除涉外民事法律试用法第二条 令民法第973条及第980条有关未成年之法律行为 违反教育部重编国语词典之成年定义 请及改正请愿案 三十五 刘让先军为一 请提案司法首长由基层法官选举产生不可由总统指派 二 请提案补强修正法官法第十九条 增加各级法院院长检察长不为职务监督者免职请愿案 三十六 刘让先军为建议司法首长应由基层法官选举产生 一般法官取消终身法官职之保障及修正法官法第十九条请愿案 三十七 周亚兰军为陈请退回废死刑议案 修正中华民国刑法第271条 杀人者唯有处死刑删除后段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部分 并加设边刑及酒驾增加死刑请愿案 三十八 许明玄军为有关特色大赦减刑事陈请请愿案 陈请请愿案 三十九 林志黄军为对六月十五日修正通过之民事诉讼法第五百一十一条提出修正意见请愿案 四十 林军海军为有关安乐史合法化陈请请愿案 四十一 李肇坤军为鉴请将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抚恤条例法案名称 证明为公立学校教师退休抚恤条例请愿案 四十二 将文员军为对检调司法集体施案仪式申请变更或废除法务部请愿案 四十三 台湾电力工会等位 一百零三年一月十四日私立私校参加公保之教职员已获得通过纳入公保年金对象 然经济部事业所属人员却因诸多因素遭到排除 曾请早日通过公教人员保险法第四十八条修正请愿案 四十四 中华民国石油事业退休人员协会为请将国营事业参加公务人员保险制公务人员兼具劳工身份职员工纳入公保退休年金比照私立学校教职员数字九十九年一月生效请愿案 四十五 台北市职业总工会为建议立法院院长副院长已由选举区竞选当选之立法委员担任才有民意基础 能中立与公正主持会议请愿案 四十六 镇化音乐股份有限公司刘宇成为请立即决议通过其所提台湾特色社会转型正义惩治汉奸条例请愿案 四十七 镇化音乐股份有限公司刘宇成为请立即决议通过其所提台湾特色社会转型正义期间党政机关整编复原实施条例请愿案 四十八 镇化音乐股份有限公司刘宇成为请决议通过其所提台湾特色社会转型正义时期国家执行使行暂行条例请愿案 圈读完毕 跟委员会来补充说明一下 这个人民请愿案的第三十三案 它有说这个请求训事立法 我们刚才有去查证一下应该是不是我们意识处这边 这个等于是打掠错误打字错误 这是他们的原文就是这样 我想应该它原来的意思是希望迅速立法 主要提醒我们立法院这个效率 是我们这边并没有打错 是他们那边的一个 就是他提案的时候 那我们依照他原文来打列印 那另外就是这个有关于第四十四案的部分 四十四案就是说要求这个就是石油事业退休人员中油 以及国营事业参加工人员保险 这是工人员兼聚劳工身份之员工 纳入公保退休年金 比如说私立学校教职员 硕至九十九年元月一号生效请愿案 这个部分呢 因为我们是上个会期 司法法治委员会 在审查公教保险法第四十八条的时候 我们已经把这个国营事业有关于这个 尤其是经济部啊 油电糖水的部分 还有其他的这个 诸位景嘛 还有一些相关的工友 其实都包括自来水公司 整个都已经有纳进去了 那为什么没有办法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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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元月一号生效的这个部分 这因为是 私立学校教职员的部分啊 是当时立法院的院会的决议案 立法院院会通过的决议案 所以它可以回溯到99年元月一号生效 那至于说这个 我们之前所修的四十八条 公教人员保险法四十八条 有关于油电糖水 这个国营事业 这些员工的部分呢 我们当时是 裁定是 往前推一年而已啊 就往前推一年 因为我们没有院会的决议 我们没有办法 比照这个 这个 私立学校教职员啊 这个回溯到民国99年 元月一日 元月份来生效 这样的一个情况 特地做一个补充说明 那报告委员会 现在处理刚刚宣读的四十八件请愿案 我们做以下决议 各案均不成为议案 依立法院职权行司法第六十七条 第二项之规定处理 序民理由及处理经过 送由程序委员会报警院会存查 并通知请愿人 请问各位委员 有无异议 若没有异议 我们就通过 委员林昌明所提书面咨询 列入记录 刊登公报 请相关机关 以书面答复 本次会议 到此告一段落 11月19日星期四 上午九十 继续开会 现在休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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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